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 在我们这个课程中 我想要带着大家探讨Linux核心 以及Linux核心背后的这种种的思绪 那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 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是一个单一的软体 它是一个作为系统核心 甚至你可以发现说 有很多非典型的特征 其实是融合在Linux核心之中的 例如在我们之后会提到一个东西叫BPF BPF是一个虚拟机器 然后这个虚拟机器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其实内建在Linux核心中的 对,你没有听错 一个虚拟机器内建在Linux核心 然后呢Linux核心内部呢 也内建一个定义器 对,你也没有听错 而且更酷的地方是说 有很多你觉得不应该 存在Linux核心的东西 像是网页伺服器 曾经有一段时间 Linux核心也是内建一套网页伺服器 甚至不止一套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Linux核心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你甚至可以认定为说 它是一个融合了这几十年 人类的这个智慧结晶的一个作品 而且呢它是一个活着的东西 好,那我们这一个 Linux核心设计的课程呢 我们进行到现在呢 是第三届 然后特别要说明的地方是说 这个第三届的 是不代表说这门课相对是 比较晚才开始开的 事实上为了要开这门 Linux核心设计呢 我花了超过八年的时间 在准备从西元的教材啦 计算机组织结构 甚至包含说一些理论的这些材料的准备 好,那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呢 这个Linux核心设计呢 它其实是一个极大层的课 好 然后呢,我还是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好,我是黄千群 然后如果你有在逛PTT的话呢 也许你会注意到我 然后欢迎在PTT上交流 好,然后 其实我平常看的看板不多啦 那发布管是一定要看的嘛 小米就在看 然后如果说你刚好发现 有些特定的主题呢 你可以提一下我 那也许我有空可以来回复一下 好,然后那我过去除了做手机以外呢 也投入在机密机械还有控制系统 所以过去做的东西是 手机内部的软体 那后来包含的地方是 制造这个 我不能确切跟你讲细节的 但是你可以想要做手机的制造 然后那些工厂 然后那些机密的机械手臂啦 那甚至后来我也有做跟飞行有关的 包含说火箭啊 然后自动飞行器 然后那些 这是我有经手过 好,那 既然提到这个课程 那我们还是快速说明一下这个课程的一些常见问题 好,那一定有同学好奇说这门课超不超 其实说真的这件事取决于你的成长 如果你预期的成长幅度不高的话呢 那也许就没什么难度吧 那当然如果说你认定了 你希望你会有很大的成长的话呢 那这门课就相对比较困难 好,那所以注意到这件事是 up to you 好,那再来是说呢 一定有多同学呢 很在意说这门课会不会被当掉啦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好,然后呢 我们这门课跟其他课程很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有50%的分数来自其末之评 对你没有听错 有一半的分数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 然后呢 我教书教到现在第九年 过去八年 总共被我当掉的学生只有十一位 你可以去想一下 好,那所以你可以看算一算呢 其实我一年没有当几个学生 我甚至好几年是不当学生的 因为学生会自己推选 好,然后 什么叫诚实面对自己呢 诚实面对自己呢 特别要强调的地方就是在于说 其实很多时候 你所知道的东西呢 它可能跟真实实量有很大落差 你可能只是记住了一个解答 记住一个捷径 但是你没有看到一个全貌 就像你过去的学习往往是一个 瞎子摸像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这门课呢 希望呢 可以透过很多城市的范例 很多这种推演啊 还有一些现象的探索 让你知道说 其实你所知的事情有限 但没关系 你知道自己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着重在问题去解决 然后当然既然这门课叫做Linus合计设计 那当然只能用Linus来开发城市的 你说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偏颇呢 然后你自己看世界前几大软件公司 是不是都有在用Linus 用吧 然后所以注意到 我们在这门课完全不会有什么推广Linus 20年前 20几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一些社团啊 在一些台湾的一些活动 往往会花一点时间去介绍Linus的 去推广Linus 但是注意到 在今天 在21世纪的今天 完全不需要推广Linus的 因为你要嘛就接受 要嘛就是远离这个世界 就这么简单 好 那当然 有同学会一定好奇说 你想修这么个课 但是其他课的负担很重怎么办呢 为了这件事呢 我花了好几年呢 去探索 那我们这么个课呢 有可能会课很重 所以呢 我们做一件事就是 我们把负担呢 尽可能做分担 就是说我们会做调整 比方说很多课程呢 你会发现期末的时候会很忙碌 对吧 那我觉得余心不忍了 所以我就希望说 我们同学不要期末的时候非常忙碌 我觉得这样不好 我让你第一周就很忙碌 好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这个课很特别 第一周你会发现课 那个作业量大到不可思议的精简 对 没错 就是我们把课的难度 集中在前六周 那也许呢 我以后会可能在成国大学 开微学分课程 就是说我可能可以开六周或九周的课 那我就是密集的 就是你想把十八周的课 全部集压在这个六周 然后你上完这个 所以你可以前面的人 就花很多时间去投入这个课程 但是你有充分的时间 让你准备其他科目的期中考 还有其他科目的作业 所以这件事应该是合理的 那在我们过去的几次教学实验呢 也对同学做一对一的访谈 我没有看到 因为上了这门课 导致这个学生 他面临退学啦 或是很严重的这个问题 我过去还没遇到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有这个需求 请你告诉我 好 然后呢 那这门课呢 你可能还会有一个挫折感 就是作业 还有水浪车也很困难 但是总是会有人拿满分 你会觉得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 那你要注意到 有些同学学用了超过三次 超过三次 就是有的同学从大学一年级上我的课 上到研究所 所以他会不会变强 当然会变强啦 所以就总是会有人拿到这个高分 所以注意到 如果别人拿很高分 然后你相对拿比较低分呢 不是你的问题 注意到呢 我们的水浪车最主要就是让你知道 你的不足的地方在哪 好 那我们在这门课呢 我们关注什么呢 就像刚才提到 其实整个Linus核心呢 已经完全超越一个传统作业系统的范畴了 那右上角呢 是一个统计图 那你可以看到他统计是统计到2020年的1月1号 截至2020年的1月1号呢 Linus核心的原始程式码已经到了2700万行 然后呢 如果知道2021年的1月的话呢 Linus核心的原始程式码已经是2800万行 超过 所以你要想这个这么庞大的这个Linus核心 我到底怎么学习 而且跟你讲更酷的 这个Linus核心呢 平均来说呢 每个小时呢会改版 就是做城市的修改 大概会有8次 8次修改 不是8行 是8次 所以每一次呢 可能是几百几千行 那所以你要想呢 就是说 你从大学研究所毕业之后呢 到这个职场 大概有一万天 就是假设你65岁可以退休的话 那你从25岁大学毕业 然后到65岁退出之前 你人生有一万天 就算你每天很上进好了 你每天都研读2000行的这个Linus核心程式码 对不起 你真的是读到死 读到你退休 都读不完 而且呢 中间还一直在变更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Linus kernel呢 其实不是要让你去傻傻的去阅读城市码 然后去这边幻想这个城市码 或者去推敲这个城市码 不是要做这种事 其实我们想 Linus核心之所以这么复杂 为什么它规模这么庞大 其实呢 Linus核心就反映到 我们这个资讯社会的变化 其实Linus核心就是这个世纪 资讯系统的缩影 所以可以看到说 整个这个系统 就规模变得非常非常巨大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像这种 Facebook Google 亚马逊这种公司 它就非常庞大 然后它的这个 它已经不是富可提搏了 它其实这个公司的运作呢 完全影响到我们 你我身处的这个日常 所以这些公司 它怎么用Linus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 我们从人家怎么用Linus Linus 朝什么方面发展 这我们要去看的 那至于程式码怎么改呢 你知道这个整个大方向 你去推敲 或者说去观察出 或者说去推测出 这个未来会做什么事呢 其实相对容易 那你知道这个整个大方向 你才有办法去 去思考这些各式各样的这种 实作的议题 然后呢 我们除了这种 从大方向去着手以外呢 我们非常强调 从小处着手 什么叫小处 就是很多人都会说 自己不懂Linus核心 这很好 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是很好 但是很多人往往不会承认 其实自己不懂西语言 甚至连英文阅读都有问题 但是这本课会让你知道 你的西语言 甚至连英文阅读 是有问题的 那当然有同学 特别是成大同学 可能会不开心啊 对不对 所以一个老师说 你这个英文阅读的问题 好自己想看嘛 我今天给你一本书 假设我今天给你一本书 像这样 这样书 对不对 像这本书呢 这本书讲的是这个 FreeBSD作业系统 就讲这个FreeBSD的作业系统 那也许你对FreeBSD没有概念 好没关系 那你拿了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是来自FreeBSD的核心团队的作者 非常权威的一本书 好那我们也来 我敢讲 大部分 大部分成大同学呢 其实这本书根本是读不完的 已经不是什么程度问题了 已经不是什么电脑科学程度的 也不是写成程度问题 是没有办法静下心 好好把一本书读完 那中间一定有问题 可能是词汇量不够啦 或是说你这个学习的 这个专注的程度不同啦 就是这个 你可能过去都 都习惯人家画重点 那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也是什么 这也是问题 那显然这些小细节都是我们在意的事情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 你在学习Linus核心的时候呢 其实电脑科学的这些软体啊 硬体啊 还有相关的数学基础 你都会接触得到 对你没有听错 还蛮数学 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的核心就是很底层的东西 错 底层只是一个呈现的方式 最关键的地方是 它一定有对应的问题 而且这问题背后呢 往往是可以用数学模型 在我们这些课程呢 我们有讲一些数学模型 从一些统计啦 甚至还有一些 在一些在数学这个数学逻辑 就是比较 你可能有听过就抽象 抽象数学 就是用一些代数系统去探讨 然后呢 再来是 对我 我自己对课程的期待是这样 就是希望如果我们的教育呢 是可以让毕业生真正觉得 自己被这个社会需要 然后呢 从而去创造出新的需求 就是我不想讲什么 说什么大学不是职业训练所 我不想讲这种话 我觉得比较悲哀的地方 但是我们尤其是国立大学 拿了纳税的那么多钱 当然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有产值啊 所以就是说 我不会讲说大学该不该当一个职业训练所 我要讲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我们投入这么多资源 到大学上 那大学培育的时候 学生当然要被这个世界需求 被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所需要 而且呢 它可以创造更多的需求 那我这边讲一个小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在我的课程中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讲故事的桥段 那如果你觉得讲故事很无聊的话 那先跳过吧 好 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啊 就是说 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 在1999年的秋季吧 然后那时候呢 我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接触了 接触了这些open source啊 这些free software 然后呢 那时候有一个很红的领域 叫做迁路式系统 embed system 那当然针对Linus 所 针对Linus 还有迁路式系统 所开发的这个方向呢 我们就称为叫embed Linux 然后那个时候呢 Linus呢 其实还蛮多元的啊 跟现在不太一样啊 就是那时候的系统 其实不专业 就是其实长得蛮丑的啊 如果你有机会 就看到一些旧的 一些Linus的开机画面啊 或是Linus的那些桌面 都长得很丑啊 甚至用Linus开发出来的那些产品 其实蛮丑的啊 但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虽然很丑 但是其实蛮多的那种交流的啊 然后呢 那时候呢 我做一件事就是 我就跟KD的开发者合作 然后我就开始开发一些软体 比方说像是这个浏览器 那KD桌面系统呢 它有一个浏览器引擎呢 叫Conquer 那后来这个东西呢 被Apple对标 就是你知道那个Apple 然后改写为WebKit 那WebKit用的很广啊 比方说Chrome Browser啦 那然后呢 这个MacOS的这个内建的那个网易浏览器啦 甚至包含说像Opera 然后还有那个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的下一代 就是那个新的浏览器呢 其实它也是WebKit 好 然后呢 那时候呢 我们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其实还 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啦 对我来讲就是没有想太多 我觉得这是做一个网易浏览器很酷 然后呢 但是没想到呢 我那时候陆续把一些成果张贴出来的时候呢 没想到就开始接收到一些公司来信 来自香港、澳大地亚、加州啦 然后还甚至还有挪威 你说挪威是什么 就是那个开发QT 你可能知道QT这个公司 所以呢 你问我说 这个什么 就是大学没有毕业 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危险啊 什么之类 我那时候还没有毕业啊 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大学生 但是因为我就开发一些成果 然后把它open source出来 没想到公司就开始来找我 所以从这个过程中呢 让我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被需要 所以我那时候深刻的感受到 即便我是一个学生 我可以因为我的一些创作 然后呢 被这个世界所需要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教育来讲 应该想办法让这个学生 感受到这种被需要 当然你说这个东西 讲起来容易 但是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我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说我去找出一些问题来 然后我们就针对一些问题 尤其是当下 在这个相对短的时间内 人们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比方说在我们这本课 会讲到一个就是 高效能网页伺服器 做一个网页伺服器 其实不会太困难 这年头呢 做browser是很困难的事情 就是我刚好运气研讨 我web browser做过 web survey也做过 那 以前web browser是相对容易的 那当然说 我一个大学生才会把他做得出来 那但是现在来讲 一个web browser真的很复杂 但是相对来说 web survey相对还是有容易的 但是呢 我们今天要的不是只是一个 能够显示网页 能够让你去提供这个 网页服务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称为网页伺服器 我们很走 说这种地方是效能 所以呢 我要怎么达到一个高效能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那这个呢 就需要从 Linus核心去下转 这不要怀疑 虽然题目叫做 高效能网页伺服器 你提起来好像是 是不是很了解HTEP 当然要了解 但是呢 更多时候呢 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 Linus核心的原理 所以呢 这就是难题 这个时代的难题 所以我希望带这个学生去 克服这个时代的难题 那既然你可以克服这个时代的难题 你当然会被这个时代需要 我不会想要讲什么 学费所用啦 什么学以自有 那个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我们这个世纪要做的事情 就是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这个世界到底什么东西吃钱去的 不是人家讲说 人工智慧很重要 资料库很重要 然后你才觉得它重要 不是啊 就这个世界 就是有很多 就是迫切需求 有很多学生找我说 老师我想要做专题 但我不知道做什么题目 这个真是奇怪啊 因为真实世界太多问题了 你根本不用去想什么新问题 像我自己都 对我 就是我 我有时候会介绍自己说 自己是一个零创业的 我不需要有创业啊 因为这个世界太多问题了 存在了 我们不需要想一些什么 要去想什么 A加 B加 C 人工智慧解决什么问题 区块链解决什么问题 不用 因为这个世界问题就存在了 好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 右边你可以看到有一部短片 这部短片呢 大概是十来分钟 那这部影片非常棒 这个你可以从这部短片呢 可以看到很多电脑科学的面向 比方说在这部短片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说 它里面探导电脑网路啦 图形处理啦 然后呢 一些抽象的 抽象理论啊 计算机结构 然后怎么去排序啊 资料压缩啊 现代密码学 新式化方法 就是用一些 数学码去推导 然后去知道 呃 诚实的每一个 每一个步骤 诚实的每个状态 好 让它可以服务我们期待 那甚至不然说 像做一种排程啊 然后一直多核心 就是说 把CPU GPU 甚至有的CPU是比较弱的 还有比较强的 就是比较弱 但是比较省电 然后比较强的比较耗电 然后把它拼装在一起 那现在有很多诗 属于这种 我们称为叫做 Hetogenes 就是一质 多核心 然后帮他说 编译器啊 程式源 然后最酷的地方是什么 Linus Kernel 你说涵盖范围是什么 诶 你说显然是 做一些种排程 不值 事实上呢 Linus Kernel的涵盖呢 就是这整 CPU SCIENCE的全部 就像我们在一开始 提到 Linus Kernel是内建 编译器 内建虚拟机器 甚至Linus Kernel呢 也内建 一些 密码 就是加密器 加解密器 然后呢 这个Linus Kernel里面 也内建了 这个什么 资料压缩 而且还不止一套 那当然 乍天之外 你会觉得 奇怪 这个资料内建 这个东西干嘛 好 那你想个简单事情 好 我们思考一件事 就是你看 你的手机呢 往往可能会 会遗失 对不对 不是往往会遗失 就有可能会遗失 那你会不会希望 你手机遗失的时候 被陌生人捡到 或者被坏人捡到的时候 不要太容易 把你的内容偷窥光 你说 我知道我要设定密码 但是光设定密码 有没有用 其实不够 对不对 那有心人可以干嘛 可以把里面的 储存装置拿出来 对不对 就是想象 你就想象之后 把硬碟拿出来 虽然这里面没有硬碟 但是显然它有一个 出身装置 把出身装置拿出来 然后干嘛 我不就可以得到你的资料了 得到你的什么 上网的密码 知道你的什么 信用卡的卡号 不就是从 遗失的手机可以拿到了 你说怎么办 我要加密 那这个加密要谁来加密 可不可以只有应用程式加密 不可以 好的加密是要怎么 要从开机流程 作业系统 档案系统 一口气下手 就是它其实加密 会有很多环节 从开机到整个系统运作 所以你说Linus Kernel 里面要不要内建 加密器解密器要不要 当然要了 否则你没办法做到 很基本的资料保护的功能 对吧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说 在Linus Kernel开机的时候 其实很有趣 就是说 往往Linus Kernel开机的时候 没办法直接存取到完整的硬体 这个之后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 开机流程 但是你可以想象说 假设我一开始 没办法存取到完整的硬体 所以假设我一开始 只能受限在很小的空间 然后开机 所以你想 那要怎么让很小空间 能够把Linus Kernel的一部分 放进去 你想到什么 压缩 对 所以其实Linus Kernel 就是那一件压缩 而且压缩方法好几套 而且很酷的地方是 你可能有机会去大学 学过一些资料压缩的课程 但是往往你很难想要说 你学这些资料压缩的演算法 在什么场合会用很多 而且甚至要设计一个界面 就是说 我可以很容易去切换 不同的压缩器 不同的解压缩器 然后在不同的实作来讲 它有一些特性 但是这些事在Linus Kernel 都有考虑到 所以Linus Kernel 会设计一些资料压缩的一些界面 然后让开发者 可以很容易 开发者或使用者 可以很容易去切换 依据不同的场景 依据不同的性质 去做相对的切换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部影片 跟大家介绍 这个整个什么 介绍这个 Compute Science 而且不是这部 现在那个YouTube 广告实在很多 很讨厌 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10分钟的影片 它就是介绍大家 这个什么 电脑科学 那你可以想 这个东西其实非常之有用 不是只是建立一个科普的观点 不是这么单纯 我希望大家有个认知 我们今天接触Linus 要学好Linus 就是相当于是吧 把整个Compute Science 把整个软硬体 通讯 重新学过一次 那如果你本来就不会的话 你就一起学 所以注意到 今天你千万不能把Linus Kernel 只是当做一个程式 不是当做作业系统的某一个部分 不是 它是这个世界的缩影 所以这个世界 你本来该懂东西 就该去理会 就该去理解它 否则呢 你永远就是在那边感叹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个认知 好 那既然讲到这么复杂的东西呢 我们来思考 各位的价值在哪里 来上我们这个课程的学员 其实不是只有大学生 在我们这个课程呢 其实很欢迎各式这样的朋友来旁听 所以在我们这门课呢 有时候有遇到一些比较资深的人啊 甚至有在业界的工程师 他可能有一些休假啦 或是因为他刚好有一些空档 所以他也来这个课程 但是呢 不管你是学校的学生 还是已经在工作 甚至是在找寻新的方向的朋友 那我希望各位去想 如果你的价值是所谓的CRUD 不知道CRUD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CRUD是四个动作的缩写 Create Read Update Delete 这些东西呢 说真的 它是一个很基本的操作 那这些操作呢 如果是你的工作的全貌 工作的主要的内容的时候呢 其实你要想想看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表示说你做了很多机械化的事情 那这些机械化的事情呢 它没办法持续的去推广 没办法持续扩展它的规模 那所以长期来讲的话呢 因为你没办法解决更多的问题 你只能投入更多的劳力 那你当然只能拿到对你的劳务费用 对吧 就是你这个辛苦钱 那这个长期来讲的话 你会遇到很大严重问题 因为你的方法可能会过时 这个我们要输入的资料量 可能是这样 规模增加的很大 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你过去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往往可能没有注意到品质 或是一些潜在风险 那这些问题呢 一旦扩大的时候呢 这个整个是会变得很严重 然后呢 这个你可以从右下角可以看到 这个有个朋友呢 叫张伯 那张伯呢 他就讲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我们写程式的重点是什么 是让机器来做事 如果你可以用机器来做事呢 你就不需要把人当机器用 不过很不幸的地方是 往往学校呢 是把学生训练成机器的地方 这个当然这需要讲的 可能有点夸大 但是 你会想想看 我们现在 我们学生遇到问题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是把 往往我们是把学生当做机器来训练 因为这样子相对容易啊 对不对 你用一样的教材 一样的这个评论方式 那这样听起来不会有争议啊 对不对 那但是呢 学生在无形中变成一个机械 那我希望可以跳脱这个问题 我不是讲什么多 冲高的这个教育理念 我没有 所以我讲一讲 我的理念很简单 被这个世界需要 创造出新的需求 就这么简单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教学理念 那但是呢 要让学生跳脱成为一个 跳脱不要比变成一个机器 那该怎么做 哇 这件事有可能啊 因为你要对这个世界 有相对的理解 那这就是我们希望 在这个课程可以带领大家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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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呢 其实有很多问题 来自什么 来自对电脑系统认知不足 那你可以去思考 就是我们在显然的事情 就是说 软体对于整个我们所属的这个世界 太重要了 1970年代的话呢 这个 波音747呢 里面软体呢 只有40万行 很大 但是 但是怎样 还可以控制 还可以衡量出的这个境界 但是 到2011年的时候 波音787的时候呢 整个 整个城市码的规模呢 就是650万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比上面 这从747到787 这个软体的规模 膨胀16倍 那难度呢 绝对不是走16倍 为什么 因为显然 你要更多的地方是怎样 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缺陷啊 或是各样各式不足 那这些东西会导致 很多潜在问题 那我们 我们其实要花很大力气去修正问题 然后你要去想啊 你我的性命 你我在大飞机的 作为一个乘客 其实这个 这个性命呢 就是 细于 一系列非常复杂的软体系统 你说 那这样会不会出事 有 给各位看 其实这种出事的案例 可多了 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历史上呢 人类历史上 有非常多的这个 软体确实导致的危害 那么我就归纳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吧 然后呢 这个这位电脑科学家讲出一个很经典的话 他说这个事件呢 最容易 最可能毁灭方式呢 其实是意外 那这个意外是怎么来的 而且很不幸的地方是 往往是电脑 电脑专家 电脑科学 电脑科学家 还有工程师创造出来意外 那 当然你可能觉得资举可能夸大了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里面的案例 可以想看到 这些软体确实有多大 那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讲的 我刚刚讲的这个教育理念 还记得吧 我教育理念是吧 去创造出更多需求 其实不见得是说 要开发出一个iPhone 然后让这个全世界 哇 觉得blingbling好棒啊 觉得这个世界是吧 这个 跟这个教主一起来 那个追随苹果 不只是这样 今天我们今天 讲创造新的需求 往往是怎样 比方说更安全的系统 更可靠的系统 还有呢 能够让这些资讯问题 可以更有效的克服 这就是需求 那当然很不幸的地方是呢 软体缺失呢 在这个软体 这资讯系统开发过程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冲击 这个冲击非常大 比方说这个Toyota Toyota的汽车呢 在2005年 有一款车款 然后在07年 就是推出来没多久之后呢 在美国奥克拉和马州呢 发生这个暴冲的这个死亡车祸 然后呢 一开始呢 这个 钥匠人原本认定 是说这个 某一个大 大妈 就是这个开车的大妈 一个这个大神 就是这个 在后面追撞前面 那但是后来发现 不太对啊 就是依据他的轨迹 发现不太对啊 就是 不应该是人为的 后来发现 哇 这件事不是人为问题 竟然是什么 是控制软体的错 然后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可怕了 就是一开始以为是人为的 以为车祸就是人为的 对不对 你看在台湾的车祸 你一定是觉得人为的 对不对 你很少发现 是不是 硬体有问题 是软体有问题 你根本没有听过这种事 但美国已经发生了 那为什么美国会发生 然后台湾不知道呢 也不见得是台湾没有发生软体缺失的吗 往往可能是我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们总是认为 出车祸就是一定是人出错 但是这东西可怕 软体的缺失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调查呢可大了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 如果是人的缺失的话呢 可能已经有对应的这个 人类的历史上 已经有很多方法去 做必要的仲裁啦 必要的这种处置了 但是呢 如果是软体的缺失导致出意外 而且是这种高速公路的这个暴冲死亡车祸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说真的 人类其实对于这件事呢 是很神述的 所以呢 包含说NASDA 还有这个很知名的这个顾问公司Bart Group 那他们这些专家们就开始调查 而且出了一份高达800页的调查报告 然后这个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还有包含说CMU 卡登基美容大学的教授 研究人员也投入 那最后呢 证实的确是软体缺失 你们觉得很可怕 对不对 那如果你对这件事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 Vit Kuhlman 那这个Kuhlman教授呢 他的研究领域就是包含说 这个软体品质啦 迁入式系统 还有这个作业系统相关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报告 这个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可怕点就在说 今天它是一个车子的控制系统 相对规模小很多的东西 跟飞机比起来 相对看起来规模比较小 但是呢 可以看到这种问题呢 需要很长时间调查 才能够知道真正问题 而且你想 这件事怎么索赔 对吧 因为今天不是人为因素 假如说不是那个驾驶的问题 今天是工程人员 品质控管人员 还有这个什么 还有整个设计这个 整个资讯系统的人 那当然厂商办理的责任是很大的 好那所以你看到这问题呢 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显示 就是死亡车祸 我们要怎么去排除问题 然后后来发现问题是出在 这种资讯系统上面 那这种资讯系统到底它会在 什么时机会爆发这种问题 说真的 有多少人可以知道这件事 然后无独有偶 克莱斯特 克莱斯特的这个车用软体呢 其实也在2017年 就是在2017年也宣布 就是说它的这个里面的软体呢 有缺失 而且这个缺失的时候呢 很麻烦的地方是 我们平常用这个安全气囊 其实是希望带来一些缓冲 对吧 那可是很不幸的地方是 克莱斯特的这个软体呢 在遇到这种撞击的时候呢 它反而这样 它的这个启动呢 会在不适当的时间启动 所以会导致反而导致什么 这个驾驶人 或者是前座的这个 就驾驶跟副驾驶座 那可能这样 这个这边的这个乘客会因为 这件事遇到死亡车祸 就遇到死亡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好 那所以呢 这件事怎么办呢 就召回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召回了100多 100多万辆车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那除了这以外呢 医疗仪器 那这个案例是相对比较早的案例 这个是在1980年代的那个事情 那讲结论就是说呢 这个也是一样软体缺失 导致什么 病患最后得到 比正常剂量高100倍的辐射 所以五名患者直接死亡 那其他的患者呢 还在还在做相关的调查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原本人类发展这些放射线的治疗 他就是希望什么 希望去解决问题 对吧 但是很不希望是里面的软体没写好 导致什么 导致五个人直接死亡 那整体的伤害呢 更是不计其数 那这种事情呢 其实说真的 在后续呢 还是发生的 好 在2000年的时候呢 这个医疗软体呢 也是计算 就是计算错误 导致呢 多了死伤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可怕 那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 我们在很多 研究的这个场合啦 或是一些刊物上 可以看到说 FN马埃 那这个FN马埃呢 就是观察 比方说观察人类的这个 知觉感觉啦 运动啦 或是说 像这种眼动仪啊 他也是也有这种 类似的这种 这种机制 那这种机制就是说 我去看他什么 就是看我这个 大脑的这个行为啦 跟他那种对应的动作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这很不幸运是呢 里面的分析软体呢 是有缺失的 而且这个缺失呢 其实这影响了超过25年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论文 往往呢 就是 他的参考价值降低了 虽然他最后被修正了 2015年的时候呢 修正了 但是怎么 导致了有4万份论文 那你知道论文呢 也是交叉去参照的 然后呢 很多经验啊 很多结论都是在前轮基础之上 所以没法理可怕啦 对吧 你以为这样结束啊 你没看到这个卷轴 这个卷轴 就跟你讲 很多事啦 那这种事情很多啦 比方说intel painton的浮点数运算 在1994年的时候呢 这个维吉尼亚州 有一个大学教授呢 就发现什么 发现intel的推出的这个painton处理器 它的浮点数运算呢 是会错的 那当然intel一开始是不承认啦 因为想说 这种计算错误呢 偏差相对比较小 而且呢 发生的机会应该不大 但是后来很不幸发现说 这件事呢 其实可以重现 而且呢 这个 这种问题呢 其实在很多领域呢 会导致一些 潜在的损害 所以后来intel 为了这件事呢 宣布什么 召回 所以这个4.7亿美元的损失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为了要去加速一些运算 所以呢 有些东西先做一些 像惩罚表会做在这个处理器上面 在我们这学期的课程呢 我们也会有一些练习 就是去加速一些惩罚 或初法运算 我们会建一些表格 或是把它转换成一个 等价的运算 但是这个等价运算呢 他往往他需要用更多的 这个空间开销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 这个表格有可能错了 他最后他不是每个地方都错 他就是特定的情况下会错 然后 所以 这种事怎么办 你看哦 召回 所以这个东西的损害是非常巨大的 这个损害巨大地方在哪里 第一个商与 对吧 第二个是 这些问题 难道只有这件事出问题吗 会不会在其他的地方出问题 今天是惩罚表的东西出错 那明天可能会不会 派篮或是指令集的设计出错 会不会 很难讲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呢 也说明一件事 验证成本是高的 那比方说像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像联发科技也好 高通也好 这些知名的这种半导体公司 半导体设计公司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他们花在 设计过程中 花在最多时间上是很有趣 往往是花在验证 像联发科的很大的成本 我们没要跟讲大家的多大的成本 但是你可以想象 就是说 有很多工程师 可能就是 很大比例的工程师 都是花在验证上面 因为很多设计呢 它有些先做好了一些模型 模式可以参照 但是验证不是 因为你只要做一些变更之后呢 它可能就跟过去的东西不同了 所以特别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Intel这个什么 Penet处理器 这是硬体的缺失 那这个硬体的缺失呢 导致这个很大的这个损失 所以这件事呢 也让另外一件事变得很重要 这是我们这些区会探讨的东西 我们称为叫形式化验证 因为这整体的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犯错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尤其呢 电竞体的数量一直在增长下去 这个非常惊人啊 比方说iPhone XS 好 那这个这个是7nm制程 然后呢 它用的这个电竞体数量呢 是69亿个 好 那注意到这还不是最多的 好的吗 你在2020年可以看到说 像这个Apple的M1 M1的这个芯片呢 这个这个电竞体的数量呢 又比这个数量高更多了 你可以想说呢 之后呢 到什么 100亿个 好 或是超过100亿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因为犯错只要有一个地方犯错就可以了 一个地方犯错 狠狠就当这个东西 变要什么 血本文规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 人们呢就用更有效的方法 更彻底的方法 然后注意到这个方法的方式呢 是跟数学有关系的 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很多同学呢 都很多同学对这个作业系统啊 或是对一些比较底层东西啊 会有些偏见 总以为说这个东西只是什么 只是苦工 不全然 苦工是每个领域都有的 即便是搞理论也是苦工 对吧 但是呢 今天 背后有没有很多理论 有 然后 所以你有兴趣可以来参照这个部分 好 那这边跟大家提到这个软体缺失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认知什么 就是 虽然这门课叫Linus核心设计 但是我希望呢 大家去想啊 其实Linus核心设计 它的 Linus核心所反映的这个 变化呢 其实就是整个咨询科技 它是整个咨询科技的缩影 所以资讯科技会遇到什么问题 Linus核心设计就会说说去克服 好 然后呢 在这个我们这门课呢 也会花很大的时间呢 来探讨像这个 Concurrency跟Pay-Raison Pay-Raison你可能知道叫做平行 好 那 Concurrency呢 我们称为叫并行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过去呢 这东西都是在什么场合会遇到的 就是在 很多的处理器啦 很多 规模扩展的那个缓期上会遇到的 好 那你可能觉得这东西很遥远 但是现在不是了 这是一个在现在讲是一个常态 那既然呢 这个整个整个处理器呢 或者大规模的部署呢 这是一个常态 那我们遇到问题就很多元 比方说LinkedList 你会觉得LinkedList很简单 你在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就学过 在很多课程就学过了 然后你会觉得 这东西有什么好谈的 这东西学问也是很大 在我们这门课程也会来探讨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两栋四五 好 我们再继续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Concurrency 那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是说呢 这个Concurrency呢 你不用太激励在这个字面上的意思 但是你要特别去思考的地方是 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装置 其实呢 它是多核心的 甚至是包含说 非常多的电脑去合作的 你就想一个简单事情啊 如果你的手机也好 你的个人电脑 或是其他的执行装置 它一旦不能连线的时候呢 这样的装置 你有没有用超过一天吗 往往是很困难 对吧 你不能上网就觉得好像欠缺了什么 然后呢 如果你再回想一下你中间的 你手机里面的系统啊 其实你是 多核是很常见的事情 比方像我这只手机 我这手机里面呢 是用这个联发科的晶片 它是十核心的 那这个十核心里面呢 它就会分好几组处理器 会有运算能力比较弱的 但是省电的 运算能力中等的 然后还有运算能力强的 那运算能力强的 显然它是耗电的 而且耗电的跟省电的来讲的话呢 它可能是1比8 或是某种比例 然后呢 你要去思考的地方是说 那我们今天设计一个手机的时候 我们当然希望说呢 又要马耳好 又要马耳不吃草 这个是消费者的心态 但是往往这个 对设计来讲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你要想 我平常我能不能用 功耗比较低的处理器去运作 然后呢 等到我真的需要 比较复杂运算的时候 再移转到功耗比较高的处理器 这个概念很简单 但是做法超级难的 因为你从功耗比较低的 切换到功耗比较高的 那其实是会有时间差的 然后呢 处理器开跟关 是必须要让什么 让作业系统 也就是亮Linux 要能够考虑进去的 所以Linux呢 这样的一个作业系统呢 它在设计的时候 要考虑到处理器 有可能会开跟关 对不对 你没有听错 它可能会Hot Prog 好 怕你不相信 我讲给你听 查询给你看 Linux CPU Hot Prog 最后呢 我们今天讲这个 Hot Prog 不是说 像什么USB装置 对不对 插进去 拉出来 这个东西叫Hot Prog 不止 在20年前我们讲Hot Prog 可能是讲USB 或是讲PCI 这种Hot Prog 那但是现在我们讲Hot Prog 是讲到CPU 就是CPU可以动态关 可以动态加入 所以你要知道 这件事呢 对这个处理器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你今天想 我今天写一个程式 要考虑到处理器会关掉 开启 然后可能会在 在不同的处理器的核 会在migrate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看伺服器的市场 又更有趣了 就是说 在伺服器的市场 你看像Facebook Google这种公司呢 它的资本够大 但是它遇到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虽然资本够大 它可以投入更多的硬体设备 但是往往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我投入更多硬体设备 往往呢 软体很可能 没办法随之成长 就是说你的这个资本 毕竟你一个什么 一个上市公司 可以弄到很多资本 但是 你这些资本呢 往往它没办法创造出 更好的服务品质 所以你看到 画面右边 红色跟绿色的线 你们发现有点不同了 那 横轴呢 是执行序的数量 那纵轴呢 是throughput 也就是说 我单位时间 我可以处理的操作 好 那你可以看到 红色的线呢 在执行序 数量增长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throughput 它的吞吐量 是没有增长的 那反过来说 绿色的线呢 乍看之下 我从1个提升到4个的时候 看起来是什么 它是有线性增长 所以呢 我就把这件事呢 就是把这样的 至少从1到4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我就称为什么 绿线 绿色这个线呢 它反映出了10座 它的scapacity 比红色来得好 那好玩的地方是说 那如果今天从4增长到8 8增长到16 16增长到64 那还会不会限性呢 对不起 往往没办法做到限性 scapacity呢 往往呢 它的问题是很多元的 它可能从硬体规模啦 硬体架构啦 然后到软体 然后特别要留意的地方是 Ninx肯脑花了很大的力气 去处理scapacity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不能只是把 Ninx肯脑当作一个软体 当作作为系统的 最关键的部分 不能这样子看待 因为它解决问题是 整体的问题 对吧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像网络公司 Google Facebook公司 它解决问题呢 是什么 是很全面的 就是我投入更多硬体 投入更多资本 我要有更好的服务品质 更大规模的部署量 所以这个需求是摆那边 那肯脑只是这样 它的一个基础建设 所以今天Curnal 它反映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要从底层一路往上看 所以你不是只是学 那个小圈圈 那个范围 即便那个小圈圈范围还是很大 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事情是什么 是一个广泛的议题 这也是我希望 我们在Linx核心设计这门课程 可以让大家去思考的议题 那我们刚刚有特别强调了 就是说你学习的时候 不能只看大方向 如果只是大方向 我就开一个科普课程就好了 对不对 不 我们今天要从很多小处开始来思考 好 这边就讲一个小处开始的思考 那你看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画面中这一段程式 就是一个氛围圈 对不对 然后就 我从1加2加3 一直加4加到什么 加到1万 那你说 这件事好像不难 就是可以干嘛 用那个T型公式对不对 就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那结果是什么呢 很不幸的地方是 既然讲不幸就知道 就是结果跟你想的不一样 不好意思给各位看一下吧 这样的程式呢 执行起来呢 很有意思啊 但是 诶 在哪 好对 我们程式已经输入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这段程式呢 在执行的时候呢 对不对 讲这样 然后 那得到结果呢 其实不是 不是这个预期的值 你会发现比预期的值呢 是 实际结果比预期的值 略小 对吧 那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呢 今天 要怎么解释呢 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是什么 因为它的形态是浮点数 是 单 单精度的浮点数 那 所以注意到呢 如果你在台湾 尤其在已经工作的朋友 应该很清楚 你如果拿这种问题 去问你的前辈 那前辈就说 哎呦 不是跟你讲说 这个程式不能用浮点数了 你改成不用浮点数 那可是困扰是什么 那假设本来形态 就已经是浮点数了 就是说你原本资料形态 原本这个 原本那个系统 它就是 原本就已经用浮点数了 那硬把改成浮点数 会不会出问题 废话当然会出问题了 你过去那些已经保存在 存在手机 存在资料库里面 资料怎么办 所以注意到呢 这时候又有前辈说 那那个什么 资料栏位就是用浮点数 然后运算是用double 那问题 这样可以解决问题吗 你问问看 想想看 这可不可以解决问题 也许在范围小的时候 不会出问题 但范围再大一点的时候 还是会出问题 说那前辈怎么办 就跟你讲说 不要这样子做 对不对 你可能在工作场合遇到这种事 在校的同学不要觉得好笑 对不对 说你不觉得考 对不起 不要讲这样子 就是情感化 你说怎么这些人都在逃避问题 不要怀疑 我们很多 至少在台湾 有很多人都在逃避问题 没有真心的解决问题 所以所谓的前辈 有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刚好他的 他遇到问题 没有让他 被缠住 没有让他 断送他的 职业生涯 但是很多人说真的 他是选择逃避 但我希望我们在这本课 不要逃避 我们针对面的限制 所以如果你的形态 是被要求的 就是比方说 单进度的这个float 然后呢 我被要求说 我不能随便去扩充 我的资料栏位 你说为什么 我不能随便去扩充 我的资料栏位 这道理简单 你看 假设我今天是做 人工智慧运算 那你知道 人工智慧运算来讲话 他可能有CPU 有可能GPU 或是其他的加速器 所以如果呢 我本来知道 就用float来做储存 那我传递的时候 就用float 对吧 所以我今天 CPU跟GPU 就是有个协定在那边了 就是我传递的时候用float 我CPU传递到 加速器的时候 我就用float 我不能随便去扩充 我的资料的宽度 因为你当扩充资料宽度的时候 另外一端 比方说CPU 比方说GPU也好 或是那些加速器 硬体加速器也好 他可能这样 他就是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所以这种事怎么办呢 你要去思考出问题的本身 就是因为 我们事实上 我们在做浮点缩运算 他就会什么 他就会误差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去做误差的补偿 有没有可能 那你看 就注意到 像画面中这边 就是某一种 某一种 做补偿的方式 那这个方式 就是去把 原本他会遇到这种 Rounding Error 就是说 不管是说 四舍无路 无条件舍路 或者说 偶数奇数位舍路 就是舍去 我们把这些 所谓这种 因为禁畏 或是舍 因为禁畏 或是舍去 导致了误差 我们把它做补偿 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方法 这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在不跟动 原本的架构 不跟动原本的资料的宽度的时候 我们去解决问题 那当然有没有说 更全面去解决这种问题 有 比方说像这个Bflow 16 Bflow 16 是Google TPU 对 不要怀疑 就是那个什么 TensorFlow TensorFlow 那个什么 怕你不知道这东西 它叫什么 TPU Google TPU 不要怀疑 就是做人工智慧的 加速运算 好 那所以在这个 Google 它在好几年前 就做一个东西 叫做Tensor Processing Unit 说起来 TPU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 硬体加速器 那这个硬体加速器 很特别的地方是 Google公司考虑到一件事 就是说 我的TPU在这里 CPU 在这边 那CPU跟TPU 传递的资料量 如果 就是单位的传递量 单位的传递量 如果越小 是不是我 我整体的 资料 资料次数 就是整体的资料量 就是单位的传递量越小 你整体的量就越大 因为你的频宽是固定的 所以 如果我浮点数 可以用什么 我不要用64位元 也不要用30位元 我用16位元去表示 所以像这个东西很有趣 它是用16位元去表示的方式 那说 用16位元去表示 是不是会有更大的误差 它会 所以注意到 Bflow16 它是有误差的 但是这个误差 如果你有办法再控制在一个可接受范围 那这个什么 它整体的TPU可以去提升 因为原本 一笔资料是32位元 那我现在把它降到16位元 对不对 所以你一笔 你同一个频宽 你其实可以有两倍的 两倍的资料量 在理想的状况下 那当然说 这个数值范围怎么处理 遇到这种 前面讲这种误差问题怎么办 当然就要去想 这就是数学 那注意到 在很多地方都会有 这种来自数学上的错误 比方说你可以看到画面中右上角 这个画面中右上角是很有趣 就是我在我的手机上 装一些阅读软体 然后就看到这种问题 对不对 那你们发现问题在哪里 你看从你开始读金融学 这里写字2.3%看起来合理 对不对 百分之not number 这什么鬼啊 对不对 这本书很精彩 我读了好几次 但是我的进度条 为什么是not a number 所以你看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问题 那你说这个问题 看起来好像无聊嘛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如果这件事是发展的Linus Kernel 在那2800万行里面的某个地方 如果发生这问题 你追得出来吗 对不对 这就是问题 所以你为什么要从小处做手 我们除了看读大方 知道整个Linus Kernel 朝哪个地方发展以外 其实我们说的 我们要需要 很坚定 很扎实的技术 好 然后呢 再来另外一个例子 让你去思考 一样是符解书的 然后呢 这个程式很好玩 你看到这个 就是派友同学不知道 assert assert是一个maker 这maker就是说呢 当我这个不成立的时候 那我这个程式就会停下来 所以比方说你 如果你写个assert 0 0的话你知道吗 在西元来讲 它就永远不成立 那所以不成立东西呢 那个程式就 后面的地方就执行不到 因为它在assert那边就会停下来 那反过来说 如果assert里面那个expression 是成立的话呢 那就会执行到下一行 那所以呢 这段程式到底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它会停在哪一行 还是它不会停下来 就是可以正常的把程式执行完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看0跟-0 你看这边比较 0点跟-0点来做比较 然后呢 再次嘛 1.0除以0点 然后呢 1.1除以-0点 你说被除数不能是0 这东西没意义 很多同学都讲没意义 但是人家其实是思考啊 也许呢 在你计算过程中这是没意义的 但是 你想要直接设计一个咨询形容 比方说你直接设计一个什么 计算机 对不对 你说计算机一定会有白痴的 又笨蛋乱按 对不对 按一个0除以0 你该显示什么 或是说呢 它可能不是笨蛋 它可能是一个 可能在软体在整合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它可能就是A function除以B function 但是呢 我不知道B function的规传值是什么 但是我又不可能每次出法都去做检查 对不对 我不可能每次都一天到晚在做很复杂的检查 不可能啊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什么东西都要去检查 你会发现我层次输入要检查 层次输出也要检查 那你会发现你大部分的层次都花在这个检查地方上了 你本质上的东西根本没做完 有没有可能 有 所以最后后来我们要去思考 到底呢 电脑遇到这种事到底是怎么处理 那想 与其你在那边幻想 很多同学遇到那种幻想 其实这东西是有规格的 这东西呢 一句I-21754 一句C语言规格 其实怎样 其实这个东西是有规范的 与其你在那边幻想 与其你用一个 只是做很有限的实验 很多同学有实验精神很好 但是往往做的时间太少 所以在这么刻呢 我们很强调 你一定要去从语言规格书知道 那事实上呢 在西语言的规格书呢 其实是有声明的 在这个 在它的附录 其实是有声明的 那我们可以把刚刚那个词词拿来执行 那聪明的你应该发现 这个 这个 Gabot 这个好用的东西 就是它可以 它可以在 就算没有什么 就算没有编译期的环境下 它可以通过 这个云端的这个执行环境 那你去输出 所以可以要说 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 第一个社群是通过的 但是第二个社群没有通过 那至于为什么呢 你可以叫它看它的这个 输出的主缘来观察 然后再去阅读这个规格书 同样是规格书来讲话呢 其实你会发现说呢 有很多地方呢 像是这种 像幻灯这种城市啊 这东西到底是不是合法的 戏源城市 你可以做实验 但是呢 除了做实验呢 其实再次强调 我希望各位去想 想说什么 想说你要用第一手 从第一手的资料去学习 好 那我们再看 就是说 我们在这门课很强调说 诚实面对自己 我们虽然 课程叫做Linux核心设计 但是你看 我们在介绍的时候 完全没有讲太多 Linux核心的那些部分啊 你看如果你去上过 类似名称的课程 可能就跟你说 Linux有系统呼叫 Linux有什么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结构啦 Linux包含哪些部分啊 作业系统包含什么东西 你看我们这门课 讲到目前为止 你看已经什么 已经超过一个小时 但是都还没有讲到 Linux核心设计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各位强调 各位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从小处去看 很多时候呢 人们以为自己不懂的东西 叫Linux 其实不是 是西元 西元难的地方在什么 他不是只是把层次写出来 你要具体的知道 他怎么运作 今天怎么运作 明天怎么运作 在其他环境会怎么运作 这是关键 然后你看 在西元规格书呢 如果你去查询 搜寻object 他出现700多的地方 搜寻pointer 600多的地方 所以你看很奇怪 在西元来讲 object出现的次数 还比pointer多 对 而且更酷的地方是 依据C99规格 6.2.5这一节呢 你可以看到说 array function pointer 这三者竟然是什么 是有观点的 很多人觉得这三个都是不同的东西啊 但是在西元规格书 对不起 还是有观点的 必要的情况下呢 还可以相互转换 听起来头很痛对不对 在Linux Kernel一堆这种东西 那我们再继续看 在那个 有一个软体呢 它很有名 它叫做FMPEG 你之前没有听过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 就是 在开放原始码世界出现 它是很重要 但是不代表说 其他领域 会出现 那不管 反正就是说 你可能有听过Emprair 但是你就 就算你有没有听过Emprair 没关系 你一定有听过Chrome 那Chrome meaner是什么 Chrome meaner就是 Chrome browser的开放原始码部分 因为Chrome是注册商标 所以 开放原始码专案 不能直接用Chrome 只有Google能用 所以Google弄了一个东西 叫Chrome meaner 那这个Chrome meaner 是没有注册商标的 所以让开发者 可以去修改 然后再提交贡献 或者在使用者使用的时候 不用因为Google的商标 或是Google的一些商业条款 限制住 那所以呢 Emprair也好 Chrome meaner也好 VLC这些知名的应用程式 它用到了这个FMPEG 那这个作用非常之重要 因为它是提供了很多开放原始码的实作 那这个包含说像这个 从这个什么H.264啦 H.265啦 什么AV1啦 这种注意时代 这种一大堆新的这些Codec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FMPEG就提供这些实作 然后呢 特别注意到就是说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在2011年的时候呢 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里面怀疑就是这边 就是遇到这个什么 就是某个部分的开发者呢 他就有分歧 所以就另起如造出来 搞一个东西叫Lib AV 别乱想 它是 因为FMPEG里面有一堆 一堆Library的开头 叫Lib AV Lib AV Codec 对没有 这不是乱讲的 怕你不相信 知道找给你看 所以比方说它有个东西 Lib AV Codec 还有什么 Lib AV Format 对啊 因为FMPEG里面就有这个东西 好 那这两个专案呢 其实就有些 因为就是你知道吗 有人的地方就有什么 就有政治 所以反正就有开发者 就开始说 这个什么 说这个FMPEG的品质堪率 那注意到呢 品质堪率就是这段程式码 那你看哦 这段程式码乍看之后 有什么问题 你说我又不知道 这个方群在做什么 那不过你可以从 这个方群的名称可以猜出来 它就是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指定的格式 指定格式之后呢 注意到呢 这边的输入是什么 输入是一个 自串 然后它输出呢 是一个指向自元的指标 好 那注意到 注意到这一段程式码呢 是被认定有问题的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依据C99 指标呢 是可以做减法的 但是这个减法呢 只针对什么 只针对指标呢 都指向同一个物件 比方说一个同一个这个 元素物件 比方说你这个元素有 有十个 那我可能是中间的 跟最后面 这个可以相见 这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指向是两个 不同的物件 就是说两个机体呢 是不连续的 然后呢 而且是什么 各自可能甚至还有不同的生命周期 那这个可不可以减 不行 好 所以呢 注意到呢 如果呢 我今天这个东西 你没办法保证 它是一个同一个元素物件的话呢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就称为叫 Unspecified Behaviour 所以注意到 这段程式码 你可以拿去编译 还是可以编得过 你可以不会执行 可以执行 但是呢 今天可以执行 不代表明天可以执行 今天可以执行 不代表其他的编译器 可以执行 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开发 像利尔斯克隆呢 你要考虑到那种事情 利尔斯克隆为什么一直在改版 很多时候呢 不是只是加新功能 也是在这种安全 还有这种行为上的一体 那所以这段程式码 我就认为说 它是一个问题的 因为它的行为 取决于它的执行环境 取决于它的编译器的行为 所以我们称为 这叫做Unspecified 所以你看到这个细节说真的 你看连什么 连FFMPEG的 这个专案的维护人 非常资深的开发者 都会犯错了 那你我可能会犯错 当然会犯错 能非圣贤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 这个问题 其实很可怕 那么专业的人都会犯错 所以今天这个 那当然你可能会很紧张 哎呦 这个开发原始码的品质那么差 那没关系 它是一个持续会演化的东西 但是所以 换个脚想 既然这么资深的开发者 都会犯错 你以为要更小心 所以在我们这么可能 我们就会 除了让你写程式以外 我们还会强调使用一些工具 静态分析的工具 或者是在执行时期的分析工具 引导你去找出程式 有可能的问题 甚至在透过前面讲的 形式化验证 让你呢 去思考 我在这个执行过程中 到底有什么缓解 我没有考虑进去的 好 那注意到我们在学西语言的时候 绝对不是只有学这个语法 表面中你看 这个画面中这段程式码它在干嘛 看起来很复杂 对不对 这个这个 这什么鬼东西啊 你看有FFF0000 然后又有什么CCCC 然后333335 你说这什么鬼东西 这是小儿子涂鸦吗 这是什么鬼程式 这东西很酷 这段程式码在做什么事情 它做的事情是 给定一个 5号的32位元整数 然后呢 我把它每个bit 把它反转 也就是说 原本如果是1101 那我就要把它反转 变成是什么 1011 再讲一次啊 我今天做的事情 假设原本是1101 那我反转是每一个位元 然后呢 这个 每个位元反过来 所以就是1011 那有同学好奇说 这个东西不就是什么 big endian little endian 错 这个不是啊 我们刚刚那段程式码呢 做的事情是什么 每个位元反转 但是你今天讲那个endian呢 是什么 是byte order byte order 看图就知道 就是呢 我们今天讲那个 big endian也好 little endian也好 它的这个顺序呢 是用byte为单位 而不是beats 但是刚刚那段程式码呢 它的单位 它的转换单位是什么 是beats 好 你说这么奇怪的程式 在什么时候用得到 linus kernel就有了 你们看啊 linus kernel呢 而且很多地方有 那比方说呢 你可以在linus kernel的source code 找这个eetherCRC 那它其实就用到这个东西 你可以从这个 从它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实作可以看到它 它叫做beat reverse 那就做到这件事 好 那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用得到呢 我们就讲一个简单事情 你就想我今天有一个装置 比如说这个装置 好了 假设它是一个硬体装置 那这个硬体装置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写资料的时候 可能是这样 一个bit 接着一个bit这样写 那soul的时候呢 它会遇到反过来 你看哦 如果写去 就是说是什么 1101 那soul的时候呢 因为它反过来嘛 你看就是因为1101嘛 那所以呢 在这边来讲话呢 它就会是完全反过来的 因为我不是每一个 就是我不是每一个beat都去soul的 你看我传的时候是每个beat去传的 但是这个表示方式呢 在接收端 就会怎样 它就反过来 所以呢 遇到这种 在那个像那个网路传输呢 其实就会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在这种议题上 然后还有一般说像声音 声音也会这种问题吧 就是 就是 我的传递的资料呢 因为传送跟接送 它只要不是 在同个时间做传跟收 它如果只要延迟 它其实就会 就要做这种反 反转的动作 所以在刚刚讲到 像网路啦 或是什么声音的 还有帮说声知识一些 通讯 就是在那个像那个什么 FFT FFT里面呢 也可以用到beat reverse 你可以来搜寻一下 FFT 快速复劣转换 然后呢 你可以去找beat reverse 我们之后上课呢 也会来探讨这个东西 就是简单说呢 beat reverse 是加速 快速复劣运算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在什么 在linus kernel里面也有 好 怕你不知道呢 搜寻给你看 Azoros Azoros是什么呢 Azoros是 不是这个东西 打错了 Azoros 为什么找到一些生物的词 因为每次在想新的名字很痛苦 好 就是所以就找名字 快找不出来 好 那注意到呢 如果你去搜寻那个FFT 对比好语 快速复劣转换 Linus kernel Azoros Wi-Fi 好 那Azoros后来被Qualcomm并购 但是在Linus kernel还是有一部分的程式码 是叫做Azoros 好 那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呢 这些程式码 在Linus kernel里面 无线网路的晶片 驱动程式 用到FFT 好 那里面呢 也会有beat reverse 好 所以 我们在这门课呢 希望让各位有这种观念 就是说 它不是只是做这种苦工 好 好 那所以注意到 我学西元不是只学语法 就像学中文一样嘛 你自己想看嘛 你从幼稚园学到大学 学到研究所 对不对 你看到多少著作 你看到多少 你的中文用过多少次 用了很多次啊 对不对 但是你敢不敢讲说 你自己是中文的太陡 别傻了 不要说太陡 对不对 你连说中文学得不错 都不好意思讲了 对不对 这是困扰嘛 对不对 那所以你看 就是我们今天学中文也是一样 学中文绝对不是学在汉字 不是学说 而学书法 不是背成语 不是这么简单啊 对不对 是讲出来东西 有没有撼动人心 你看 你看你从小到大 可能有参加过演讲比赛 有跟很多人说过话 对吧 但是有多少人想要听你说话 对不起 没有几个人想听嘛 你看 我今天也是开了课 我今天开了课 你看我这个YouTube直播 搞到现在才多少人在看 同时才有230人观看 对不对 所以就是 而且很多同学是被迫看的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问题吗 就是 那你看 那反过来说 Mark Zuckerberg 他就说 我想要学中文 学也不知道讲什么屁 对不对 但是就一堆人们如痴如醉的听他讲中文 讲他很奇怪的中文 为什么 因为有人就想听啊 这可以吗 所以你要想 今天不管学什么语言也一样 学什么城市语言也是一样 你做东西有没有用 你做东西到底有克服什么样问题 你做东西到底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在哪里 这才是关键 所以注意到呢 像我们刚才讲这个例子 Beat Reverse 例子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呢 很多人呢 包含过去的我 也会有一个迷思 就是认为说 我只是把一个公式啦 把一个流程图啦 把一个这个 某一种原有的城市 然后把它转译成细语言 把它写成细语言 然后就是以为说这叫写城市 但是其实不难 比方说 那么画面中这段城市码 它是可以计算出绝对值的 你先不管这个东西怎么实作 先不管 但是呢 那这个东西呢 好啊 你用什么 假设这一段城市码 可以做这个计算绝对值 那你可能不服啊 对不对 我就用负1 负15 负13带进去 诶 插看之下 好像都有得到啊 你看负1带进去 如果你懒得算的话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城市 来干嘛 来执行 然后呢 但是发现什么 好玩的一方式吧 诶 这个负1带进去 诶 算出来真的是1 负13带进去 诶 算了之后 我执行完之后呢 得到的确是13 那你就觉得 诶 好像是对的 那问题啊 如果你把这个值带进去 这个值呢 很好玩 这个值看起来很大 然后不是 看起来 它显然就很 它很小 不是很大 它很小 而且呢 这个值呢 不是一般的值 这个值呢 是32位元 有号数里面 最小值 那如果你带进去的话 得到什么 那跟你讲 很酷的事情 这个东西带进去的时候呢 你得到的值呢 不会是正的 得到负的 可是目前 那你听起来绝对值 不就是得到0 或是其他证数 那怎么会得到一个负的东西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对不起 你又要赌输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我之前整理的这个讲座 整理的这个教材 我当初写这一个教材的时候 最初的目的很简单 然后就希望我的女儿 在学这个 学这个电脑的时候呢 可能有一天她可以看懂 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些科普 这几年我有在做一些尝试啦 比方说 比方说如果你去看一下我的这个网页的话呢 那你可以看到说 我已经在整理了 但写很慢啦 就是我试着去写一些科普的一些笔记 像刚才讲到软体缺失的危害啦 以及说等一下要讲的这个计算机编码啦 复地一些分析啦 甚至包含说一些open source的一些变化 好 所以注意到呢 像这段程式嘛 你就需要有足够认知 否则呢 永远就是在那边幻想 永远就只用很少的测试 没有测试到最关键的corner case 换言之 这个值 它就是一个corner case 那让你这个实作 行为跟预期会有落差 注意到行为跟预期如果有落差 不全然是坏事嘛 比方说你原本只能考上只成大 结果考试考太好考上台大电机 这就是落差 对不对 但是不全然坏事嘛 对不对 你说我考上台大电机了 要不要读台大电机 当然要读台大电机啦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这就是什么 行为比预期的好 对不对 但是本质上还是落差 那你想如果我们总是呢 在写程式的总是不能预知每一个状况 不能清楚考虑到这种状况 那会不会遇到很可怕的状况 那种各式各样的那种位移起的状况 或是导致这些缺失 会 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讲这些软体缺失导致危害 就是往往很多开发者都忽略这种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写这个 试着去写一篇科普文章的一个用意 那在这边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 就是电脑为什么要采用 恶补数系统 其实补数系统很多 有什么 就是人类在过程中呢 其实不是只有恶补数 其实人类在一开始呢 用很直觉的 比方说 我前面加一个符号 比方说我前面用0跟1去去 说它是正跟负的 那后来呢又演化成变1补数 然后再后来呢 才演化成我们今天用的这个2补数 注意到哈 这是一个演化过程 然后呢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那个刚刚那个石座呢 我们刚还记得那个石座吧 那个ABS 这个ABS呢 这东西很好玩 ABS呢 在事实上呢 直接跟你讲结论 当然你要自己把这东西看完 就是在GNVC 就是在GNVC的Library 它里面有一节就直接跟你讲 如果你把有号整数的最小值 输入到ABS函数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呢 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呢 这个行为是Undefined 所以你看哦 最后还是会输出 但是这个输出数值到底是什么 这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的石座 取决于你的环境 所以你不能假设 ABS的输出一定是正的 它有可能会负的 而且负的时候呢 是什么 最小的32位元整数 当然你ABS可能是64位元 它可能就是最小的64位元整数 负值 所以ABS这个方形的回传值 有可能是负的 你说这东西有什么问题 哦呦 比方说这个 在这个安全的这个通报里面 他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Mozia的网页流氧器呢 他在某一段城市 他做一个假设 他假设呢 这个 他假设这个城市的执行 就是 就是ABS 回传值 他总是正的 但是呢 只要把这个 Colocase带进去 他就变负了 那所以呢 如果他今天是 用这个ABS的回传值 来存取一个正列 所以原本他没有超过范围 对吧 原本他预期他是零 或是其他正数 但是呢 因为 这Colocase一旦去 有可能会得到负的 所以他就导致什么 Buffer Overflow 所以就导致安全问题 好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特别跟你讲这个 你听到这里 可能有同学没兴趣的 或是没耐心 这个东西关Linus屁事 有 Linus有一对 Linus Linus有一对什么 安全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WE Linus Kernel 我们学Linus Kernel 要不要学这种废话 当然要学 基本上就是 不管是CWE也好 CWE也好 在Linus Kernel呢 一直都有出现 不是 他不是个案的 他CWE也好 CWE也好 他有一大堆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然后CWE list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这个 CWE lis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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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列表呢 他就是很惊人 那就可以看到说 他有各式各样的安全通报 那所以 注意到呢 这也是各位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你不是只是 看懂说 这个东西是系统物叫什么的 因为我们真正问题是在解决 解决问题 然后理解吗 尤其你要想 在21世纪高度分工的今天 高度分工的今天 我们要做什么事 就是要专业 所以你不能只是走马看花 我们在 资讯工程的训练 资讯工程 尤其是 国立大学的资讯工程系 其实说真的 不需要再怎么走马看花 走马看花的人多的是啊 对不对 什么叫走马看花 你就找一本书啊 这本书 这本书我女儿也看过啊 对吧 我女儿没有看懂的 我女儿有看到封面 所以她知道爸爸在看书 这个就是走马看花 我们这个时间 这个时代不需要 更多的走马看花的人 不需要 走马看花太容易了 我们需要是 真正的去解决问题 不管是测出特定的功能 或是像刚刚讲的 资讯安全问题啊 或是什么效能问题啊 或是刚刚讲 更早之前讲到 Scape-Bear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 欠缺的理财 这也是为什么 我开这个课 为什么我刚刚讲 我开令人核心设计 这个课程之前 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去准备它前期的课程 所以呢 你在这门课呢 其实你会发现 你会花很多时间 在探讨这种细节 要为了要探讨 探讨这些细节 要探讨这些原理呢 你其实需要怎样 你们看到这个卷轴 就是你要从那个 很基本东西开始看 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知道电脑为什么是这样的 电脑为什么这样的 设计这样的编码 然后为什么有一补数 有二补数 那为什么二补数呢 获得一个 获得一个巨大的成功啦 为什么就是 然后这些东西呢 背后你看 又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数学 可爱吧 数学 然后呢这个就设计到什么 设计到阿贝尔群 对不要怀疑 如果你是数学系的同学 就对不要怀疑 就是你以前在数论 看到这个阿贝尔群 然后呢 再除了这一半 你还以为这样结束吗 对不对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编码 是这样设计的啊 然后这个磨运算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然后呢 然后什么 然后这些规则呢 什么比方说 富富得政 就是富富得政 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要知道一件事 富富得政 你以前过去都是什么 可能用背的 其实很少人 至少我遇到的人 很少人可以在十分钟内 把富富得政讲得清清楚楚 其实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很难啊 大部分人都是背下来 但是很酷的地方是 电脑要不要背富富得政 不需要 只要呢 我们通过前面讲这些模式呢 其实富富得政 它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它不需要很繁复的证明 它只需要 做惩罚 然后呢 把超过的位缘 舍弃教就可以 所以你看到 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只是说呢 我们过去 为了要运算方便 叫大家把富富得政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观察 记下来 但是不会去叫你想 诶 它的原理是什么 要怎么去理解它 往往的大部分时候是不会 因为考试不考 不是 或者说 考试又怎样 那我就把背下去 我不用真的去理解它 什么叫理解 理解是你今天 在这个时间可以知道 在其他时间也可以知道 甚至说 在此刻时间 你可以透过一些 抽丝剥茧 透过一些提示 或者透过一些 相对少的素材 你可以把整个体系 慢慢把它建构起来 那所以呢 注意到二进位之所以发展 其实它的 就不是 只是依赖直觉 它很多东西是 一步一步从 基本东西 慢慢去推广出来 那同样的状况呢 其实你会发现 在那个 你想啊 假设我今天 再设计一个处理器好了 我今天设计处理器的时候 我要不要考虑到 电脑有8美元 16美元 30美元 要 这要考虑 这要称为叫Data Model 那既然我考虑到 8美元 16美元 30美元 我是不是有号数 跟5号数 都要各自考虑 所以我原本 有加法 然后还做一个 有号数加法 5号数加法 我今天做乘法 要做有号数乘法 5号数乘法 我今天做除法 要做有号数除法 5号数除法 我今天如果说 要做一个什么 资料复制 那要复制的东西 从5号数复制成 有号数 有号数复制成 5号数 那我是不是要发展 各各样的指令 事实上是不需要的 所以注意到 这个 所以你看到好不好 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 才需要考虑到什么 考虑到有号 5号 所以这样的观念很重要 大幅的检讨成本 你看如果你凭感觉 对哦 8位元有一套指令 16位元有一套指令 30位元有一套指令 这个有号数一套指令 5号数也要一套运算指令 所以你发现你的电路 你的系统变得很复杂 那因为你系统变得复杂 你可能就没办法验证了 那所以你会导致一些额外的风险 更麻烦的一套是成本 成本是大幅增加的 但事实上呢 你只要有合理的去思考这些议题 你发现这个东西根本是不需要 整套的存在 因为它有一些对称性 你可以看到 我们后来还就讲 把一些数学的观念讲出来 把数学上的群 这个群不是授课老师那个群 不是我那个名字的群 所以你看到我们在理解的过程中 其实需要很多背景知识 不是只是 就是你要看懂这个程式嘛 其实你需要很多背景知识 不是只是凭借着说你的感觉啦 凭借着说很有限的实验 而且你看到这第三个部分 就讲到什么资讯安全啊 什么之类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我就特别去写这样的教材 希望大家可以慢慢把它看完 那你可能会好奇啊 我们的水塘测试在测试什么 就是说像这份教材呢 是我们第一周的进度 那当然我刚才介绍 只有快速介绍 你需要回去把它看完 那所以看完之后呢 我再隔一周 或者是说在 比方说我在同一天讲课 那我可能在课程快结束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水塘测试 那这水塘测试就可能出一个题目 就是说 既然可以实做出不需要分支的 不需要分支的ABS 就是绝对值的实做 能不能实做出一个不需要分支的最小值 最小值的实做 所以那如果今天实做一个 A跟B哪个最小 那如果我想要把分支去掉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写 那如果把它改写成什么 改写成取大值 就是A跟B取谁比较大 那我一样是没有分支的实做 你能不能做出来 这就是我们实量测验 我希望你做的事情是可以理解一个原本的东西 然后呢 再什么 再去 再去 举一反三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在一开始都可以很容易地举一反三 我承认如果是各位的话 我也要花一段时间去思考 但是这也是这门课程有意思的地方 那么再去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我们之所以讲的从小处开始是这么小的细节 就是这些二进位的 这些每个位员的行为 然后呢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们也很强调安全 比方说呢 在这个Microsoft有一个专案叫MeMedoc MeMedoc这个专案呢 很有意思 这个说这个专案在做什么事情呢 它是这个专案实际上已经在Microsoft某一些产品 已经用得到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记忆体配置器 而且这个记忆体配置器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是着重一个高效能 而且程式嘛 很精简 那这个专案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你们看到我的图像 对 这就是我 对 我也是一个贡献者 所以我特别讲这个 那这个专案呢 它里面呢 用到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思维 让这个记忆体配置器可以很精简 又很有效率 那里面呢 就有一段程式码起的很特别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那个乱数产生器 往往呢 我们很多时候是没办法用真正的乱数 因为真正的乱数 它的取得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往往我们是用PRNG PRNG的前名叫做 不是这个东西啊 PRNG的前名叫做 Pseudo-lender-number-generator P-R-N-G 对 P-R-N-G 好 那这个 Pseudo-lender-number-generator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呢 它不是真正的 行为上的这个乱数产生器 事实上它是用一些多项式 或是用一些运算 来达到看起来 或是在分布上 它的乱路够高 它的entropy够高 所以就是 所以通常我们需要一个种子 所以最重要 这个种子是给谁用的 是给PRNG用的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从这个Milk 你虽然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这个专案 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专案 但没关系 PRNG这个专案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 它的确内部有一个 有一个乱数产生器 而且是那种 Pseudo-lender-number-generator 但是它的种子呢 它的seed是怎么来的 它的seed呢 是从地址来的 所以你看到 这个段程式蛮神奇 你看到 这个程式 就是你可以输入个seed 但是实际上呢 它其实它的那个 它的seed是 是会跟这个什么 我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叫什么 叫me-lender-init 顾名思义就是什么 就是乱数的初始化 初始化这个乱数的这个韩式 我把它的地址取出来 然后呢 我把它cast 然后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整数形态 然后呢 就做数学渐算的 你说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鬼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吗 这段程式吧 如果看到半天 你不知道在写什么 它写aslr 所以这aslr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东西是有学问啊 在linux kernel里面有个机制 叫aslr 它的前名叫做 address-based layout randomization 就是呢 简单说呢 在一些攻击 一些这个 资讯安全的攻击 就针对资讯安全漏洞 发动的攻击 有一种攻击方式 就是说 我假设呢 buffer over 可以得手 可以让我 骇客可以入侵的话呢 那我是不是有办法 创造出一个 某一个长度 某一个长度的这个输入 那个 通常你的长度输入呢 它刚好可以把机体 某个位置 盖过去 然后呢 这盖过去呢 刚好有机会被执行到 我就有机会取得 比方说 去变更程式的执行 甚至拿到路程的权限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为了要让这样的攻击呢 成功的机率降低 所以linux kernel就做一个很有趣的事 就是让应用程式在执行的时候呢 事实上它每次执行的时候 它起始的位置 会有些什么 变动 那每一个symbol呢 每一次执行的时候 每一个symbol 每一个function 它对应的地址 它都会不同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段程式码有趣的地方是 它就是运用了linux kernel里面的 这个SLR这个机制 这个机制呢 它一开始目的是 降低程式被攻击的风险 但是呢 因为这个 用这个特性 拿来当乱数种子 所以你看这个很有趣 所以你看哦 如果你对linux kernel没有足够认知的时候呢 你看这段程式码 你看到半天都不知道它在写什么 对不对 你会觉得 这东西是什么奇迹引巧 然后你看它注解就实际写一行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对kerno有一定认知 就是这件事怎么来 那如果说你对kerno认知更多的时候呢 你甚至可以知道说 这段程式码其实是有安全漏洞 就是这 画面中这段指示嘛 有安全漏洞 为什么 因为SLR在目前的实作 在主流的实作 其实它的entropy 它的乱度 是不够乱 就简单说到不够乱 那所以这不够乱呢 其实有机会 让一些攻击呢 或是让它的这个 乱数的这个分布 是可以预测出来的 好 所以特别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这些议题的时候呢 是讲很多元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刻 看起来难度很高嘛 因为你要学很多东西 然后再次说 我要强调一件事 就是说 你千万不要说学校只教理论 学校教东西 少多了 你如果说学校只教理论的话 那太抬取学校了 如果我们学校只教理论 那为什么教出来学生 对很多东西讲不出所以来 你看我们教出来很多学生 你要问他说 什么都要说负业总化 他可能只是背一个定义 或是谁会写一个试子 或者叫你去Google搜寻 但他讲不出 真实有很多东西 负业转捩是怎么用的 然后呢 再来是说你看 这个东西是在2019年 Cloft layer 他遇到一个事情 就是没有写好 Regular expression 你看在Compute Science里面呢 有很多学校 都有教这个 教这个什么 Regular expression 但是呢 你很可能没有留意到 Regular expression背后 他其他执行的成本 是你想 可能是没有想过的 所以你看 在画面中 你可以看到翻译字 就是说在这个 在什么 在那个2019年的7月2号 下午两点的时候呢 整个系统运作呢 就出现很大的问题 你会发现这个资源的使用呢 就变成百分之百 所以就是说 你看这很时间很长 从下午的1点45分 到下午的2点 2点5分 很长时间的 整个CPU使用率是百分之百 那到底是遇到什么 骇客攻击 其实不是 而是执行的 画面中这一段 很特别Regular expression 当初在写这个Regular expression呢 是Cloft layer的工程师 但他犯了一个错 就导致说 这段层次执行呢 他的这个执行成本 比预期的大 那关于他的细节 可以看这个这份报告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 这件事呢 其实说真的 也是Linence Kloft 很在意的事情 就是我们不是只是 解决一个特定的输入 我让他有符合预期的输出 不是只有那么单纯 我们要考虑的东西是 很多不同的输入 但是要可以有预期的输出 所以Linence Kloft 一直在改版 一直在改进 为什么 其实也是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这样的问题 背后都需要理论 而且实作 所以注意到 理论跟实作 在我看来 他就是一体两面 好 我休息一下 休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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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腰四洞 好 有同学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推荐的顺序 其实没有什么推荐顺序 因为 我们是先假设你对西元 有一定认知 所以我不会教你语法 那我也不会教你说 简单层怎么写 我今天在你所不知道西元 是要把你不知道的地方告诉你 所以注意到你所不知道西元 是要搭配一些现有的教材 比方说可以拿的西 或是你以前大学学过的课程 搭配去看 所以这个顺序 其实没什么重要的 因为有可能有某些地方特别弱 比方说在执行时期的新闻 你特别弱 或者说在一些安全的部分 你特别弱 那你可以从那边去看 所以冤长这个 而且他会交叉对照 然后就是交叉叉 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一本书来看 你要把它当作一个 检查自己不足的地方来学习 好 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问到说对Jobber什么看法 我对Jobber是很有爱的 我应该是1996年就开始学Jobber 一直到现在我还是零星有在学 那当然我因为我自己开发的方式 我跟很多人不同的地方是 我学Jobber是花比较多时间在学虚拟机器 就是学Jobber 我以前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我不懂Jobber 但是我懂Jobber 那当然这是玩笑话 因为说真的至少在台湾 那台湾定义一个人会不会Jobber 其实是说用Jobber会不会写Spring 写Hypernet 就是简单说能不能用Jobber写应用程式 而不是用Jobber来解决多种问题 这个意义是不同的 因为问题是很多元的 不是开发应用程式才叫问题 比方说你用Jobber来做科学运算 可不可以 可以 其实很多公司用Jobber做科学运算 你用Jobber来做战斗机的导航 有没有 有 我不能讲哪一家公司 但是我知道某一家公司 他们的导航系统里面有Jobber 但是你知道至少在台湾人 人们不是很重视这件事 没有讲 没有意识到 有这个需求 所以还是如何快速开发程式 比较重要 就衡量一个人 能不能 懂不懂程式语言 其实是 这个人能不能用某个程式语言 快速开发 有没有维护不重要 因为很多公司也不见火那么久 所以您问我的时候有什么看法呢 说真的 因为我没有在写Jobber的应用程式 所以我没办法做什么评论 但是Jobber的虚拟机器在这20年 是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刚好见证了整个硬体 还有整个运算生态的变化 就是从前面讲到这种多处理器 甚至包含说那种冲击系统 资料中心 其实这个影响都很大 这些东西对Jobber设计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如果说你如果注意看 有在使用Jobber的公司 像Twitter 他自己就有Jobber的团队 同样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 它里面大部分的城市也是用Jobber开发 为了能够解决这些电子商务的需求 那阿里巴巴自己也有Jobber的团队 就是不要怀疑 就是因为欧陆口没办法解决问题 因为阿里巴巴遇到问题 欧陆口是没遇过的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阿里巴巴只要挑起来自己走Jobber 那我会的地方其实只是在Jobber的层面 我们没办法解决这个应用程式 因为我刚刚有解释过 至少在台湾 能不能鉴定一个人 懂不懂程式原事 能不能快速 赶快写出来 赶快出出来 赶快出出来 对不对 不在意说他能够把问题做多好吗 因为赶快标完标完 然后就结束了 对 所以有时候呢 这个也是比较无奈一点啊 就是你说我在YouTube也有一些影片嘛 对不对 什么快速自干一个作业系统 你说为什么要做这种作秀 因为你不作秀的话呢 人家会认为你不会 对不对 就是你自己想一件事嘛 你说金庸也好 或是那个JK Rowling对不对 他们这些文学家 你叫他欺负沉湿他会不会 我不太相信他们会欺负沉湿 但是很多人是对电脑工程师 就这样的要求 好像随便就可以把一个东西 扣定出来对不对 对吧 所以像我该做秀的时候 还是会去做秀 赶快打字打很快 对不对 这不健康啊 好 我再继续看 所以我希望你在这门课学到东西 不是表面上的Linus Kernel 而是Linus Kernel背后那些基础建设 我还有办法说他这个观念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打好基本功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画个角度想好了 我们其实看起来 人家教Linus Kernel 其实都在教你基本功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再讲一个小故事 给大家分享 这个我上课的时候会讲很多小故事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很烦的话 你可以快转 这个东西是这样 可能大家 不是可能有很多人知道我的学历了 那我就不讲了 反正就是 就是因为有些原因 我大学没有读完 然后 大学没有读完呢 其实也是可以做事的 你看这个唐凤嘛 唐凤连那个国中学历都没有 对不对 但是你懂了 那他可以做很多事嘛 对不对 他可以做一个 比如说在台湾可以决策很多事 所以显然呢 这个学历呢 是一件事啦 那但是呢 没有学历的时候 说真的要找工作 真的蛮困难的 所以注意点 我绝对不会跟你讲学历无论 我会讲说 你的学历是不是有问题 对不对 就是你的学历是不是不好用 我不会说学历没用的吧 我会希望你去想 你的学历有没有问题 学历好不好用 好 那回来 就是说呢 这个将近20年前 不对 好快 20年前 20年前呢 我争取到一个面试机会 这个机会怎么争取到呢 就是说 我去参加个研讨会 那参加研讨会的时候 我就去听某某公司的演讲 那刚好是他的一个资深副总 或是总经理 这种成绩的人 那我就读他 我读他 然后说 拿我的作品 说 我其实蛮优秀的 请贵公司给我个机会 让我可以面试 然后那个总经理 或是那个副总 就看一看 就觉得 我这个应该不错 他没有发现 我大学没读完 然后呢 他就给我面试机会 那当然面试的时候 当然他不会他自己面试 他一定叫他底下的 那个主管的面试 那底下的主管就 不以为然的嘛 他就觉得很干啊 对不对 因为那个职位是要干嘛 那个职位是要硕士以上的 那个职位是需要做影像处理的 那个职位是需要做那个 副列分析 做那些很复杂的那个 声音跟影像处理的 所以他是要求要硕博士 可是呢 我是直接赌那个主管 赌那个什么 赌他们的老板 那个主管的老板 然后呢 所以那个主管呢 就看到我就 你知道就不屑啊 就是说你大学都没读完 然后去 然后我在个人资料 就直接写一个比照硕士 因为那个个人资料栏位 那是讨厌的 没有高中可以写啊 我有高中毕业的 所以我应该写高中毕业 但是他的栏位 就只有从大学硕士 博士开始写 所以我就只能上面 劝一下写笔照硕士 那当然他就很干啊 他就说 他就 你知道吧 那个主管就说 哎呦 你写过那么多程式 你数学一定很差吧 你只会做系统整合吧 你数学不太好吧 对不对 他就考一个 Arctangent的积分 对不对 不要怀疑 你说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一个台大电机 硕士的 做事的毕业生 就要当场算一个Arctangent 其实也是要算一下 对不对 对不对 反正anyway我就被问到这问题 那这个问到这问题呢 反正我寄来一支则那一支 所以我也当场算给他看 然后算完之后 顺便跟他分享一下 我之前刚好在研究废码 最后定理 我就说 我跟他分享一下 这个跟人家讲什么模型式 然后跟你讲 这个古山自村定理 然后开始讲 因为反正我想到他在刁难我 那我就闹他回去 反正我不给他讲 我的机会 给他讲下去 所以说真的 你也知道吗 就是 这跟你的出生有关 出生越低 像我这种很低贱的人 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偏见 遇到各式各样的偏见 说真的 你只有打好基本棍 人家问你数学的时候 问能够打数学 人家问你CPU的时候 可以更高出CPU 人家问你编器 可以告诉编器 人家要叫你当场搞一个model出来 当场算一个model出来 没有别的办法 就变强 当然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学历 那你就不需要这么苦 所以注意到 如果你已经在读书的话 就把书读完 如果说你希望接受很大的挑战 那你可以先quit 那你可以很大的quit 很大的挑战 任何人都可以挑战你 会怀疑你的语文能力有问题 会怀疑你的数学很差 会怀疑你的什么 怀疑你不能欺不成诗 所以像打字 也要学超快打字 其实也不是坏事 但是打好基本功 是为自己杀出血路的唯一途径 所以当然就需要诚实面对自己 这个东西就不需要多讲了 所以你看到 这几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巨大了 你其实很难想象说 一个按的处理器会比Intel来得快 但是如果你有在关注Apple M1 这件事发生了 那他说这个Apple呢 在手机的单核心的效能 已经比什么 已经比桌上型电脑的单核心效能来得快了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017年发生 然后在这个什么 在2018年 对不对 你看这个新闻稿 他说 这东西呢 CPU有6核 GPU有4核 然后还有个什么 有个神经网路协同处理器 哇 然后比那个A11高了1倍多 你会发现一件事 这个是什么 新闻好了 那这个新闻你该怎么用你的专业 用你Compute Science的专业 用你电机电子的专业来解释 第一个 为什么CPU是6核 那GPU为什么是4核 然后呢 为什么这些组合 效能会比前一代来得高一半左右 为什么 你能够解释吗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你看这些东西呢 你看哦 其实说真的 我遇到绝大多数的工程师 都没办法解答这个问题 你如果是在校学人 你可以拿去问你的亲戚 说问他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CPU是6核 为什么不是4核8核 为什么是6核 那再来是 为什么这些组合 就可以比前一代的效能来得更好 那有人告诉你 哦!制成的进步 难道只有 只是因为制成的进步 然后就变快吗 没有啊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一个介事 你看这些报道的时候呢 自己就像文章 对不对 不知道自己 不知这个索引 这个东西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灯 你一直在往前走 所以你要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继续走下去 好 啊!这东西太多了 好!那注意到呢 在我们这文课呢 我们 我很崇尚的一个理念是这样 就是说 就是像那个费曼书的话 就是说 我不能创造东西呢 我就不理解 所以我很要求呢 你学个东西的时候呢 是真的去 你不用去发明新的理论 但是过去旧的理论 过去旧的一些方法 你要动手做一次 然后呢可以去比对 然后呢你要知道 每一个 或者应该说 你在意的 已经被解过的问题 你要知道怎么去解 那所以我们在这门课呢 会花很多时间呢 去重现 一个已经有东西 比方说 你可能听过我常常讲自干 对不对 就是去自干什么东西出来 然后呢 在这个GitHub上 有一个超棒的东西 它叫做Build Your Own X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就是简单说出去 自干的一个新东西 比方说呢 在我前几年 有贡献一件事 我在六年前吧 我六年前贡献一个 就是从不到去写一个 新的作业系统 那这个作业系统 就是一个多任务的一个 作业系统核心 从不到去写 然后最后呢 只用了三百多行 就可以做出一个 多工 多执行序 然后内建一个 机体管理器的一个 作业系统 那在这个 这个网站草榜 它就是汇成很多项目 这样的一个人 的成果 所以你可以去 透过实践 透过反省 去重新了解 理论跟实作 我们刚才讲过了 它是一体两面 那我们在这门课呢 会用这种手段 去 让你去 理解 然后我们在这门课呢 里面呢 也会提到这个 Aunt处理器 Aunt处理器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的 出现的时间 跟Linus Kernel 出现的时间 是差不多的 Linus Kernel 是1991年 推出的 然后Aunt是什么时候 推出的 这家公司是1990 所以你可以看到 Aunt跟Linus 这一个是处理器 一个是作业系统 但是这两家 这两个 两个创造 刚好在 相近的时间点 而且呢 这两者呢 也是相乘 就是Aunt处理器 一开始 它是定位在 比较低阶的 低阶的装置 后来呢 Aunt处理器上面 也有执行Linus 那Linus也因为 Aunt处理器的 导致很大的渗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多装置 里面是由Aunt处理器 搭配的Linus 作为系统 像什么 像手机 所以手机里面是Aunt处理器 搭配Linus 作为系统 所以我们在这门课程呢 也会花点时间介绍Aunt 然后呢 各式各样的这个Linus 无所不在的Linus 他不只28岁了 其实超过了 这个写错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 该做什么事 这边就引述这个蔡智浩博士 蔡智浩博士呢 他就讲过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们还要做的是 还是一些基本的科学训练 我讲Linus Kernel 我们讲一些大的方向 Linus Kernel 朝哪地方去做 在我Linus核心设计讲座里面 有个部分讲 介绍Linus Kernel 讲到介绍这个 整个作业系统的 这个开发方向 所以我会跟你讲一些大的方向 但是注意到 这不是我们课程 所在意的事情 大的方向我会跟你讲 我也花很多时间跟你讲 但是呢 我更在意的是细节 你能不能错过 build your own 什么东西 透过实践去学习 所以比方说 在我们这本课呢 有些零用一个作业很有趣 就是我会跟你介绍 什么叫做多执行序 然后呢 接着干嘛 你要去自干一个 多执行序的套件 当然注意到 我将你自干 不是从无道理去写 从无道理很难 所以我已经写好一个 比方说写的70% 那你要完成后面的30% 或者我写个90% 你要克服最后的10% 但是工作量是差很多的 因为你要从0分变成60分 还有60分到90分 投入的成本是不同的 我希望你可以在一个基础上去着重 所以你需要很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 那当然绝大多数的同学 没有办法一下子到了大学 就有很大的自学能力了 如果有那么大的自学能力 就不需要那么多教授了 那所以这门课会透过大量的测验 大量的作业去督促你 去驱动你 让你成为更好的人 那我们在这门课很强调 用开放原始码软体 我们在这门课 前几年还做不到 但是大概从6年前开始 我们百分之百的软体 都是用开放原始码软体去做 所以我们所有的教材 我们所有的程式码 还有工具 都是用开放原始码工具 工具做出来 然后我们也会要求说 各位同学尽可能去 不是只是使用开放原始码 甚至去做程式码的贡献 那这样的话 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训练 相信可以变得很强 所以我们的同学 有到Google、Microsoft、Sysco 或是亚马逊、阿里巴巴 这些公司工作的 那中等的同学可以到联发科 最长的中等 就是不好意思 我们学生到联发科 没什么好恭喜的 我觉得就中等 我们中等应该都要能够到这种程度了 那当然你去联发科 可以去一个世界级公司 这是很好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希望 总是有同学可以看得多一点 就比方说这些公司 然后呢 我们除了这些毕业生的成果以外 其实有很多同学在还没毕业之前 就有还不错的表现 比方说在2015年开始 就有五位学生到一些很知名的 这种工程导向的研讨会 特别都是Linus Foundation举办的 所以比方Linus Embed Linus Conference 或者是Open IoT Open Source Summit 这些都是 基本上你会看到说 里面很少有什么学术单位 基本上都是各式各样的那种 从业的人员 那跟这些公司 但是我们就可以带我们的学生 可以在里面发表这个成果 而且还获得一些肯定 然后呢 甚至呢 我们还会有一些专案 比方说有一个叫SS2Niam 这个专案你一定没有听过 因为它很小众 可是这个专案很有趣 这个专案呢 被亚马逊 被Apple 被Hadoop Apache Soft Foundation 被这些公司采用 然后Google呢 也有跟我们合作这个专案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说呢 有一个东西叫Niam Niam就是这个 Niam就是一个 多媒体啦 或者是一些 它是叫SIMD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SIMD 就是这个 就是它是 就是 就是 嗯 的那个Niam呢 是一种SIMD 那Intel呢 有个东西叫SSE 它也是一个SIMD 但是显然呢 Niam跟SSE 是不相同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专案 可以把Intel的东西 转换成Arm 所以呢 当初我们开发这个专案的时候呢 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对不对 只是一个小玩具 但没想到呢 我们在去年 前年去年 前年去年 就获得很多这种大公司啊 什么Apple啊 就写信给我们 说要跟我们合作 Google写信跟我们要合作 然后那个什么 刚才讲过亚马逊 写信跟我们要合作 就没想到 我们做的东西呢 不小心变得用了 而且更酷的地方是什么 在2020年的WWDC 那你如果有关注Apple的技术 就知道 WWDC是Apple的这个 算他的技术的每年技术的里程碑 那没想到我们这个专案呢 就在WWDC被揭露了 就是说在WDC呢 他就说 Apple未来会使用 昂的处理器用在桌上型的电脑 然后Apple会说什么 会说他们会去投入SSE to Neon 所以自此我就 重理解了为什么Apple要跟我们合作了 因为他需要把原本用在Intel软件转换到 On上面 所以他本来是一个小玩具 对不对 就是我都不好意思讲到是什么东西 他就是一个小玩具 其实没几行 你看一下 他就是一个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他是一个 就是陈氏嘛 原始陈氏也没有几行 就是大概 大概 他原始陈氏就几千行这个 最大以软体规模几千行是很小的东西 所以他就是小玩具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好玩的地方是说 我在这里 好 然后呢 就好玩的地方是说呢 就开始有什么 亚马逊 算吧 Google Apple 然后呢 还有什么 Brender 不要怀疑 那个Brender就是那个Brender 就是3D绘图那个Brender 就是这个Brender 所以就说陆续呢 有公司就 公司啊 或者是这些基金会就跟我们合作 为什么 因为道理很简单 他们需要什么 他需要把Intel软体转换成ON的软体 你说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没有啊 我们就是把这功能做好 所以当初呢 我们做这件事很简单 就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 才去维护这个专案的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东西就真的有人用了 所以呢 你每天跟这些强者合作 你会比不比强 对不对 而且你看 如果你有参与这个专案 你就可以写了 我在大学时代写的软体 被Apple 亚马逊 Apache Foundation 采用 对不对 你看你旅表好写多了 就写一行 对不对 老职用的软体就是这些 那而且 而且你想你大学时候 就做这些创作人 这些公司在你毕业的时候 对不对 在你毕业前 就会写信给你说 要不要去这些公司工作了 所以比方说像 像之前啊 之前什么 像张家庸同学也是一样啊 他在Open IoT Summit 发表他的成果 结果ON的工程师 标态就英国剑桥 不是台湾的 是英国剑桥 ON的总部 就写信给张家庸同学说 你可不可以到ON工作 你做东西实在太棒了 那张家庸同学说 可是我现在大事 我还没毕业怎么办 你看 所以你看我们的困扰 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吗 是人家太早给offer了 张家庸同学说 我现在大事 而且有研究所已经考上了 我想要另外研究所再去 可不可以 他说 可以 我等你 他说 可是要等好几年 要等三年哦 可不可以 好 可以 所以你看 就是说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 都能够因为自己的创作 因为自己的成 在大学时代的成就 或者肯定 而不是只是在毕业之后 拿着一张纸 然后去跟人家乞讨一份工作 我希望我们在国立大学培育的是 因为自己的创作 好 所以再快速回顾一下 我们在这门课 其实是 看到Linux是资讯科技的缩影 所以你其实需要很多基础知识 就是你已经知道的西元 还有你不知道的种种 资料结构演算法 机遇统计 编辑原理 然后做一些概念 然后处理一些事情 这其实都需要知道 所以我们在这 我们等一下带着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课纲 还有我们的课程进度 好 所以注意到 我们跟很多教Linux课的不同 我们不会说 叫你只是去看程式码 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把底达好 而且甚至要求你 把Linux课的某一段程式码重启 这是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 然后当然这过程很累 那其实花门的事情 其实蛮挫折的 然后再来是说 我们有个很重要观念 我给你程式码 是给你改进和扩充 很多同学遇到老师给的程式码 就把它背下来 这不是 不是给你背下来 或是鉴赏的 我给你程式码 包括说水狼测验 或是作业给的程式码 其实都有可以改进的空间 或是指出它的缺陷 甚至你用另外一个实作 完全取代它 可不可以 其实这才是我们教育要做的 不只是去背诵 你文章 对不对 不要这样 我们作为工程的人 就是要能够解决问题 而且可以持续改进 反过来说 如果你拘泥在表面上 那就是举足 我们在课堂上常讲这个东西 要举足 这个举足 故事是 放用这个故事自己去看 应该国中的时候就学过了 那当然很不幸的 很多工程师 很多学区资讯工程 电机工程人 其实都是用举足的方法去面对 那这都让我觉得很痛心 好 那一定有同学说 我年龄的时间 应用程式都没学过 可不可以的 只是你要花很大力气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课程会有个节奏 告诉你谁样的节奏去做 然后呢 我们有很多训练 所以原则上你应该透过这样训练 其实可以跨过去的 我们过去甚至有同学呢 他是政治系的 经济系的 他也可以在最后呢 也可以产出一个不错的成果 所以各位 电机资讯工程的同学呢 真的不要觉得 害怕 更多的害怕是来自内心的 好 所以呢 背景知识对理解 尼斯科罗的重要性太高了 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讲 很多同学说 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 我说我这些东西都修过了 这有什么好讲的 你要能不能够解释嘛 对不对 比方说你学资料结构 可不可以解释说 Linked List 遇到如果是Circular 就说他可能是缓撞的 他会绕回来的 如果遇到这种Linked List 你有办法处理吗 你说这东西难在哪里 因为Linked List不是一个接一个这样连接的 那假设它会连到开头 那你可不可以去侦测 它有没有Circular 就说我给你一个开头 我有办法侦测说 里面是否存在一个Circular 甚至更好的问题是什么 Linus科罗为什么用Circular Link List 为什么 这有什么好处 再是什么 你在资料结构学过红黑树 Linus科罗哪里用到红黑树了 Linus科罗schedule用到红黑树 Linus的档案系统的某些实作用到红黑树 为什么用这个 这东西好在哪里 或是它有什么潜在问题 它有没有会 可以被改进或者被取代 有没有 那就是指导结果要学 是吧 然后计算性组织结构 根本没有讲了 你需要什么 从B-wise的运算 个经文表示 福典数 Cash Memory S&P Otomica 除此 然后也算把这个东西多的是的 比方说你要去分析 我能分析一个什么 不只分析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 还分析什么 Worst case execution time 就是说我今天做了一段运算 你可以不告诉我说 就是它的分布时间 可能一下子就算完了 可能有时候要实情很久 你可以不告诉我 它最长多久会算完 你说这东西是重的重 你要想 如果你现在设计的东西 是一个机械手臂 机械手臂 机械手臂 机械手臂你要知道 就是机械手臂 有很多动作要做 比方说要做臂障 或是它要在一个时间周期内 要完成一个运算 如果它没办法在时间周期内 完成运算的话 没办法在时间周期内完成 像刚才讲的 避障的动作的 很可能遇到什么 公安问题 对不对 假设机械手臂在切割 在做特定的动作的时候 有人把手撕下去了 结果它没有在使劲时间内 针对出来 那不就手把他切下去 对不对 太可怕了 所以这些东西 我不是快 我要的是 能否在一个时间内完成 是在最差的执行时间内 也要完成 所以这个WCT 这个就是一样的运算法 除了这一外 Concurrent 我们在Linus核心设计 这个课程里面 会花很多 这学期 这学期跟过往 不太一样 我会花很大地方 讲Concurrent 讲Concurrent的演算法 除了这一外 我会带着你 去重新学习西语言 是从规格书开始看 除了这一外 我会看指标 物件导向城市 不要怀疑 Linus Kernel 里面大量用到物件导向 不是城市语言 叫西加加 或是Java 它叫物件导向语言 不是这样子 物件导向是一个 是模式 这个模式 甚至你愿意的话 用组维言 也可以做到物件导向 它是一个设计模式 我们称一下OOAD Object Oriented Analysis and Design 就讲的是什么 是讲到它的思维 不该被城市语言拘逆 城市语言是给你一些便利 但是不该被拘逆出来 所以这里面也会看到 很多那种Design Payment 你说客套里面有Design Payment 有 多的是 然后再次怎么去测试 然后再次机器统计 对比方 你说机器统计跟桌子系统有没有关系 有啊 你想一件事 我假设给你一只手机 不对 你自己就有手机 拿出你的手机来 在我讲话的当下 发生过几次interrupt 好再讲一次 在我讲话的当下 比方说我讲话 打屁打屁的十分钟 在十分钟的时间内 你的手机发生过几次中断 你说操 这什么问题啊 对不对 这什么问题 这重不重要 重要啊 如果你今天是设计硬体的人 设计作业系统的人 当然重要了 我要知道在一定时间内到底发生多少次中断了 这重要啊 甚至做一些WCT 没有讲 真的讲了 因为如果你连中断的次数都不知道的话 你怎么去分析WCT 你做一段是一天到晚被中断打断了 那你就会被拖延了 所以你看哦 所以如果你要保证WCT 你甚至连中断发生次数都能够算得出来 可是问题啊 十分钟以内发生几次中断 说哎呦 这要不要修改程式码 要不要修改中断 就算给你收拾扣好了 你要修改几个中断的处理 一只手机里面到底有多少中断的 就是interact service routine 都有多少个 所以而且更多的时候呢 是没办法修改Source Call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修改Source Call 你有办法做统计 你有办法做分析 有没有设计一个模型去模拟 这就是你在数学上就学到了 比方说你现在知道什么 T-test 还记得吧 T-test 所以比方说你在统计学呢 就会有个什么 叫做Student T-test 或者是说 就反正有很多嘛 这些东西呢 都是协助你要知道的 所以你看哦 我们在作为系统 会看到很多围观的东西 像刚刚讲的interact interact是一个很微小的东西 然后或者说像contact switch 我想问你说 Linux Kernel contact switch的成本是多高 发生一次contact switch是什么的多高 它的实际很短啊 它是microsecond级的 但是不代表是它不存在啊 它实际很短 它不代表是不存在 它可能发生过非常多次 contact switch 而且它可能在某个时间会特别密集 某个时间不密集 所以这时候呢 经济统计又要拿出来用 除了这以外 你看哦 咨询安全中不重要 重要 密码学中不重要 重要 Linux Kernel 为什么会发扬光大 很大别是跟电脑网路有关 所以电脑网路的发展 直接影响到Linux Kernel 你要不要理解它 要 那 汇图处理 尤其是硬体加速 对于Linux Kernel 太重要了 所以这件事呢 也会影响到Linux Kernel 你要不要理解 要 然后呢 一直多核心 基本上你现在遇到的很多东西 都是一直多核心 像你的手机 一直多核心 那般若说像 Apple M1 Apple M1也是一直多核心的 所以你要不要理解它 废话当然一样啦 然后陈思敏 你看前面讲那个 还记得那个 讲那什么 指标的减法 对不对 你看即便是 FFMPEG的 资深开发者 他的专门维护人 都会犯错 你这些人会不会犯错 当然会犯错啦 但是 重点是 人家还知道他犯错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 你过去犯了多少错 对不对 这是可怕的地方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希望呢 在这门课程呢 在探讨Linux Kernel的过程中呢 也可以带着各位同学 去深思 就是思考什么议题呢 就是说呢 希望呢 可以带着大家 足够呢 去想 那这边呢 我们就 引用这个 这个什么 马斯洛的这个 金字塔理论 那这个 金字塔理论 我们做一个调整 把它调整成 右边这个图 我们就把那个不同的层面 做变化 那在这个原本马斯沃的 它是最高顶级 叫做自我实现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把最基本东西呢 就是确保那个 程式呢 程式是执行符合预期 有没有考虑到 那些边界状况 比方可以实作一个ABS 你把整数的最小值带进去 那是不是符合预期 或者说 这样的状况 我要考虑 它是不是 undefined behavior 还是 unspecified behavior 就是这些 这些边界状况 你又没有考虑到 或说 我 其他人做了一个 程式码变革 或者程式码整合之后 这个主体的行为 是不是还符合预期 这是correct 然后呢 再来 程式的高一点的时候 是secure 就是说 我遇到各样的输入 或者会不会遇到 buffer or flow 那程式会不会遇到 会不会正确运作 然后呢 那程式的高一点 这个程式是好理解 好维护 这叫readable 然后再次 elegance 就是够够美 那当然最高顶级是 我做出来的程式码 可以在日后可以重用 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SSE-Tuniam 对不对 就是它一开始是一个小专 它的确是很小的东西 但是呢 它可以被Apple 可以被 亚马逊 可以被这个Google 被这些公司运用 所以 它的重用性成功能 因为只要有公司 有这个需求 需要从Intel的架构 移转到 安的架构 就用得到 对吧 所以这就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层次就从 正确 安全 科读 优雅 利他 最高层次是利他 对于马斯洛的金赤塔理论的话 就是自我实现 不过很不幸的地方是 至少在台湾 很不幸的地方是 你说我们工程师到哪一个层面 绝大多数台湾工程师 还是在对底层 其实连correct都做不到 这不是工程师的错 特别强调 不是我们台湾人比较差 是我们这个条件好 对吧 假设你今天要把 尤其你在上班的各位都已经了解 你上班了你想要把程式码写好 考虑到各种别人的状况 老板会说什么 为什么做那么久 其他人现在就做完了 不是网络上抄一抄就好了 为什么你做那么久 对不对 老板就骂说 你到底没在做事 我把他讲的多难听 对不对 那反过来说 把别人的东西抄一抄 然后刚刚交差 对不对 会被老板 哎呦好棒哦 对不对 而且这 还有种更坏 对不对 就腰空 对不对 就什么屁都不做 然后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 连网上抄都乱抄 直接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些因素 导致我们台湾 绝大多数工程师 连correctness都做不到 因为没有那个环境 没有那个期待 所以导致了 没有办法再往上走 可是Linus Kernel 很棒的地方是什么 Linus Kernel 就一路从这correctness secure readable elegant 到上面最大的 重用利他的层面 所以你从Linus Kernel 其实学习到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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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演化 在大规模的 这个卡巴兰 我们在台湾的 环境 说真的 很多时候 还是卤猫英学 就是 凭感觉做事的 或者 没有预期 把事情做好 那其实 这也不是台湾工程师的错 这是 错在你为什么 待在这里 开玩笑了 所以 你会来参加这个课程 特别是你已经在上班了 你会参加这个课程 我特别感谢你 因为你对自己是有期待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是一路从credit scure 这样一路走上去 好 那来讲我们怎么做事 怎么进行 听到这边很乐许 至少乐许 其实我教书交了第九年 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教书 这不是客气话 我很少谦虚的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教你们 不知道怎么教学生 所以我教书大概只会做两件事 一个是讲谷 就是你看我前面讲故事的时候 可以讲一阵子 对不对 讲谷 然后另外骂学生 就是我就让讲谷完之后 叫你去看某某资料 对不对 你看我讲到目前为止 有讲什么圣道理论 没有啊 对不对 就讲谷 然后骂骂你 然后所以我的功能就是会设计很多方法 让你诚实面对自己 我会设计很多题目 设计很多作业 设计很多课堂问答 让你去思考 让你想我自己有哪些不足 然后再次有同学好奇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课 有没有提供录影 来看看 我们这本课呢 其实大部分的教材呢 都是有录影的啊 就是教材 教材本身有录影 上课不录影 因为上课我会骂学生 不好意思录不下来 要获得同学的同意 但是教材本身是有录影的 好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教材的话呢 就是 有没有看到 后面有打心靠的地方 表示有录影 所以看到课程解说有录影 然后呢 这个什么 线上讲座有录影 然后这个开发工具 这个什么使用开发工具 也有录影 然后呢 像这个B-wise 所以就是原则上呢 我们大概是80% 80%的教材都是录影的 那打开起来像是这样 就是说呢 会有这个解说录影 但是解说录影还不够啊 解说录影在这里 不能只看解说录影 你要搭配自己下看 而且看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link 这些hyperlink都打开来看 虽然就是说你可以先做什么事呢 你可以先看这些直播的录影 那录影的话 你可以用两倍数的 两倍数来播放 然后呢 接着干嘛 接着就是 我会跟你讲哪些地方 你要自己看的 那自己看就要自己看 对 那看完之后呢 你来接受这个课堂的测验 那如果说你没有要参加课堂测验 怎么办 这个我们所有的测验都可以线上进行 也就是说就算你不是上课的学生 你也可以干嘛 你也可以按下表单 所以你可以 事后也可以学习 就是说 你看这是我们测验体 就算你不是我们的学生 不算我们不是成功大学的学生 没关系 你只要愿意把这个资料填一填 那你可以作答 而且是Google表单 可以线上批改 你立刻就会知道 你的学习状况 所以再讲一次 我们的做法是 我们有八成以上的教材 都有提供录影 所以我们课堂上会做什么事 我们课堂上就是会做测验 好那那你会好奇 那如果没办法每次都来测验怎么办 没关系不用担心 就是我们会取最高 成绩最好的几次 比方说我们每周 我们十八周都有测验 但是我们会取最高分的八次 来当成绩 所以就算你刚好有几周 不能来的话 没关系 你只要保证 那至少八周表现不错 而且如果你觉得自己表现 差强了你怎么办 你可以补考 我们会等下会讲 这补考什么时间你还可以补考 所以你可以去善用 尤其上班族 可以善用这种方式 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教材 都是有这个什么 都是有录影 所以你就可以教他看 那就算没有录影的话 他可能写的比较详细 你可以慢慢看 那如果你这个东西还不懂的话 你可以用讨论区 去跟我们来讨论 你甚至可以跟我约 一对一的开会 那特别注意的就是 有一个词叫玻璃心 其实我搞不太熟什么样的状况叫玻璃心 反正如果你觉得你是玻璃心 那就离开吧 对不对 避免你的问题啦 避免你的问题啦 避免你跟我的问题啦 好 那注意到 写作业 写作业才是主题 就是课堂我们做重点提示 跟必要的互动 然后呢 你要去研读这些教材写作业 那你才有办法参与讨论 那讨论很重要 好 然后呢 就是 自己看看啦 就是我希望啦 希望各位同学 尤其成功大学的学生啦 要特别知道 就是 如果你觉得啦 你只是拿一个毕业证书 就可以有尊严 可以优渥地活着 好 那 你就不要来上我的课啦 因为你有很多选择 什么叫有尊严 你自己想看啦 就是 公司叫你加班 你就真的要去加班吗 难道你永远就是劳务吗 你就是轮机台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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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什么 排班 然后 然后 用劳务才有钱 没有劳务就没有钱 没有加班就没有钱 好 这样有尊严吧 你想看 你为什么不能说 我今天有个专利技术 我去授权给别人 或者说 我今天做的东西是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 别人要跟你合作的时候 他必须要做对你的表示 对不对 然后就有谈判筹码 就是 我一个礼拜 不想要每天都去办公室 我可不可以一个礼拜 去办公室两天 其他天我在家里思考 在去学习 你有谈判筹码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 是有谈判筹码的 当然 你要有谈判筹码之前 你要有付出 足够的成果 然后 这门课 我们上门18周 而且每一周都有作业 每一周都有作业 然后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我不希望期末的时候大家熬夜 我觉得真的不健康 所以第一周就给我熬夜 第一周就给我努力 前六周建议每周要投入20小时以上 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多时间 你等下就会知道 你看看我们的作业 你看看我们的要求 你就会理解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 第六周 第七周以后 我们因为其他科目开始要期中考了 所以我们就会把难度降低 虽然我们还是有作业 但是难度就降低 然后而且就是 缴交时间的 就不会那么要求了 但前几周是 每一周都有作业 而且每一周的League 基本上就是上课完 上课结束完 作业要做什么 然后下一周就要交 就是很密集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有一个考量 就是说即便你退选 你是学满满的东西退选 就基本上你在前六周 如果你上满六周 然后退选 那你学到的东西 很可能比其他科目一学期 学到东西来得多 注意到不是我们政客比较难 而是说我们考虑到很多同学会退选 那过去的记录呢 大概百分之七十八 没有到七十八啦 七十七啦 百分之七十七 或者是百分之七十五 我忘记这个数字 就超过百分之七十五的同学会退选 所以我希望呢 这些退选同学呢 还是有一些收获 那如果你很在意成绩的同学呢 你可以把前几周的作业写好 因为前几周作业非常之重要 如果你前几周可以完成八成的课程要求 你一定是高分通过 不信的话你自己看 你可以跟我来要求 那我希望呢 我们在这门课呢 传递的关键是一个踏实 踏实的做事 那关键是做得好不好 而不是有做没做 不是这样 那我不能接受什么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不能接受这种话 饭煮的不好就是不好吃嘛 你不能说我好辛苦 但是吃不行啦 对不对 就是把饭煮的好吃 这是一个艺术 我们尼斯科也好 或是系统软理开发 本质上它就是艺术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创新唯一的方法就是把饭煮做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两两 休息到 两两 两五 没什么看法 就是要赶快学啊 好吧 回来 好 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把饭煮做好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一方面呢 讲这个科努的这个开发方向 或者说把这个资讯科技的这个说以外呢 就是各式各样细节 好 因为这些细节是让各位可以把饭煮做好的关键 好 我们上课时间是这样 就是从2021年的2月23号开始 然后呢 到6月22号 那刚好是18周 那我们上课时间是每周二的下午3点10分到6点 好 然后如果你来实体的课程的话 是在城国大学资讯工程系新馆 不要主持这边 新馆 新馆二楼走到底右转 然后呢 我们有office hour 但是office hour要预约 就是原则上它是在同一天的晚间 好 那你要预约 因为时间比较忙一点 好 那你可以发这个讯息 然后我的研究室在资讯系旧馆 注意到上课在清馆 那我的办公室在旧馆 旧馆的一楼的1217 然后那怎么评分呢 就是课堂测验 我们每周都有测验 然后选出最高分的8次 然后呢 这个课堂测验占了20% 然后个人的作业啦 分组专题啦 报告 这东西占了30% 然后呢 自我评价部分占了50% 算吧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评分 这件事我不太敢在台大做啦 因为台大同学 可能会比较 比较 比较厉害一点 就评分会比较厉害一点 成大同学 大部分的都自我评分都会比较低啦 那台大也许会比较 等你之后我在台大 如果有讲课的话 我可能试试看 但是我觉得 自我评分很重要 因为我们这门课 太特别了 你看就是说 很少有课程是 一直在翻修教材的 对吧 我们这门课一直要翻修 就是去年教的 前年教的 就一直改 然后呢 一直要跟着 跟着在变化 那所以说真的 至少我作为一个授课教师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说我的 准备很充分 因为我一直在跟时间赛跑 那这我又不能 讲那些老骨头的东西 我也不能讲固定东西 因为 明日课程不允许我们这样 我们就只能一直往前走 我们一直往前走 不能只看新的 是要把旧的 目前的 未来的 三个都要一直考虑 所以你看看那个教材会越来越庞大 然后呢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你 那所以呢 也没办法给你一个很精准的一个评分 所以与其这样呢 我不如让同学自己觉得自己有进步多少 然后让你自己去评分 当然是那一半 那我还有一半的决定权 那我再强调一下 就是为什么特别强调说 要一对一 我们一对一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我们这门课 如果说你没办法 很好的参与一对一的讨论的话呢 那我会让这件事反映在你的成绩上 好 那为什么一对一很重要呢 这边再跟大家讲个小故事 高中的时候 我是这样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读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让我下定决心要开发作业系统 那这本书叫做 即时多工核心承设计 这本书注意到它没有说特别好 上个世纪不错了 但这个世纪它没有特别好 所以你也不用特别去看这本书 这本书绝版 那这本书的 在我高中的时候 那是很好的书 就注意到 这本书上个世纪很好 那它是交纳电控系的 这个胡竹生 胡竹生教授跟那个这个 影验讨 那这就是他们撰写的书 那这本书呢 给我很大的启发 就是书本宝宝的 那但是呢 让我接触到 原来开发作业系统 可以用几千行 然后就开发出作业系统 我觉得很刺激 很感动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要开发作业系统 然后呢 我当时在台中中住校 就是住在学生宿舍 然后呢 我就 很多问题 我就 我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就写信 写信问作者 就寄给交纳电控去 然后没想到那个作者 就是这个胡竹生教授 还真的回信给我 睡吧 真的回信给我 那我这很大启发 然后所以呢 就是 那本书有很多缺陷 就是注意到 不是不好的嘛 是以今天标准来讲 就不够好 但是上个世纪是OK的 那因为毕竟这个资讯领域变化很快 那也是因为 这本书是1995年出版的 那我大概是 96、97年在看 然后呢 这本书让我觉得 最棒的地方就是说 它让我知道 是可以做的 而且的确在很多环境 是需要开发特制的 或是去大幅的改进 一套作业系统 所以这超过20年来 我就在作业系统领域在开发 那所以对我来讲 一对一讨论呢 其实是 给我个机会 如果没有当初 胡教授如果当初没有写信给我的话 那我可能没有 没有继续开发作业系统 因为毕竟那时候 我的目标是要考上医学系 那我那时候只是兴趣 但没想到作者真的给我一个 跟我讨论 那而且呢 我就真的把那本书 没有做完地方 把它做完 所以我在 这20多年来 不只投入林斯克诺 也有在做其他的作业系统 而且甚至后来成为工研院的顾问 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觉得 我觉得很棒 就是说 至少我很难准备很好的教材 因为一直跟时间赛跑 但是我愿意花时间跟学生讨论 一起花 跟学生一起做点东西出来 所以请你就是要包含这个 跟授课教师做一对一头的 不是只是写评量说 哎呦我很棒 我就棒 不行啊 你棒你要讲得出来 就写出你的为什么棒 而且要跟我检查 反复确认你的成长方式 好 那顺便说明一下 我们这本课呢 教学方式真的很特别 就是做了很多老师没有做的事情 除了刚才提到的自我评量 那再来是呢 我们所有的作业都要求公开可以存取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求所有的作业呢 要摊在眼光下 接受公开批评 你写作业会被授课教师批评 也可能会被其他同学批评 这是会发生的 甚至我们的作业就要求你去批评其他同学 当然有些同学不能激怒这件事 但是呢 对不起 我认为这是基本的 这是我的观点 我认为说 如果你没办法接受批评 公开接受批评 那你要怎么持续进步 反过来说 如果你有办法接受公开批评 人家批评 你可以在很快时间回应 而且持续进步 那我相信 你之后的路会走得更顺 然后呢 再次刚刚讲的这个 一对一讨论 然后呢 我们会不见得在办公室 如果你说你 因为是旁听的同学 或是你在上班族 那你也可以跟我约一个现场会议 那就是用Google Meet 或者类似的工具 那我希望可以去课字外 然后这门课呢 会希望跟同学们 没办法每个同学啦 但是就是说特定的同学 投入状况很高的同学呢 跟他合作软体 那知道我们这门课很多教材啦 还有相关的教具 也是跟同学合作出来的 然后注意到 每周我们都有水浪测验 然后所以呢 我可以顺便点名 然后理解一下 大概谁都会来上课啦 或是什么这样的状况 那每个测验呢 都有延伸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作业 所以为什么每周都会有作业 是每周的水浪测验变成作业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有个特别很在意的地方 就是要写出文件 就是我们不是 很多同学都以为说 我们学什么程式设计 知识写程式 不是 你要把文件写好 你要把这个论述写好 那你要清晰的这个文件 开发能力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 所孕育的是什么 是一个engineer 工程师 工程师要可以解决问题 你可以沟通 可以承担风险 可以干嘛 可以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个困难 有多高 就是他不是只是专一个东西 但是他知道这个困难 他知道这个风险 所以他可以 及早去做对应的这个处置 那也可以控制一些危机的因素 对 这是我希望 我们培育的是工程师 那所以呢 如果你认为说 你上这么课 只是要写成这变强 不想要写什么文件 不想要什么接受大家批评 那对不起 不敢来这里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为了贯彻我们的学习几率 就是我们之前有遇过 就是一旦某个时间不给作业之后 同学就会松散 所以我们还是恢复 每周都给作业 然后呢 我们全程都使用open source 所以呢 就是双手万能 open source不是完美 所以你要花点时间去改善它 然后呢 但是好处就是 你就不会被特定的商品被限制住 然后 刚才提到 就算呢 你不小心退选 那你应该还可以学到一点东西 好 那注意到 每周 前六周 每周都要投入超过二十个小时 那当然有同学投入更多时间了 那完全取决于你的期待了 好 然后呢 这边就快速看一下 那个之前的上课同学吧 有个庄严宣同学呢 他表现 他其实在上我的课的时候呢 他其实才刚开始学习原程式设计 但他在过程中呢 有很大的这个进展 那我让我觉得很开心 第一个就是 他在Linux Kernel 有很 他负责的一个子系统 他之前在LeoTech工作的时候呢 就代表公司去维护了 公司的这个 无线网络的驱动程式 所以比方说这个RTW88 他是一个系列的 所以就是他对应的可能是好几个不同的这个晶片 那他的这个 这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庄严宣同学 他在毕业之后 大学毕业之后呢 研究毕业之后呢 他做的事情 他现在在亚马逊工作 那 他当初上我的课的时候呢 就不太会写程式 但是我就给他一些要求 那给他一些鼓励 所以 那的确呢 他真的是 上这门课真的去开发Linus Kernel 很大比例 不是很大 就很多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城市嘛 就是 就是有投入贡献 这件事很棒 所以这个 他也给我很大的鼓舞 然后那个郭志轩同学的话呢 他就是 也是从成大 资讯系 资讯所 的毕业 他现在在Google工作 那投入的是这个 Google Home 的产品开发 所以他也是需要解决一些 软体整个的 那在加入Google之前 他在 Mozilla 台湾 那投入的东西是 FindFiles OS 跟那些 browser的开发 那 周邝宇同学的话 他在目前在 Microsoft工作 那 他也讲了一些话 你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蔡东卢同学呢 在目前在四课工作 那这个蔡东同学 他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他那时候 在承达电通署的时候 是做很理论的东西 说真的他求职的时候 很不顺利 因为 其实很多公司不需要 不需要某种形式的理论 其实你知道吗 有些理论是很容易实践的 很多理论是跟实作是一体两面的 但是如果你学理论跟实作不是一体两面的时候 那就比较尴尬一点 所以一开始 他的求职状况很不顺利 所以 他的那些什么研发替代意 都没有争取到 那所以他就只好去 一般的替代意 那他在服替代意的时候 跟他的老板讲 跟他的主管讲说 他想要来上我的课 所以他就来上我的课 上一上呢 就 因为前面很不顺利 所以他在上我的课的时候 就跟我讲说 他想要 就是就业导向 那我就讲说 那刚好联发课刚好需要 我在联发课当顾问 然后我就 就刚好知道 联发课需要某些东西 所以我就讲 你去学比方学Free Atos 学On的Cortex-M 联发课刚开始用 所以全公司没有几个人懂 所以你可以 就那时候比较早的时候去学 那所以呢 虽然他学的时间不长 他学Free Atos 学On的Cortex-M 大概只学了三四个礼拜 但是联发课很多工程师 的学习 可能也只有三四个礼拜 因为刚开始 公司是刚开始要求做这些东西 所以他学的东西跟公司要的 就是完全匹配 而且那时候就找不到什么 就是那时候会懂这些东西不多 所以他就很顺利的在那个 研发题待遇的时候呢 上我的课 然后就拿到这个offer 然后后来他除了在联发课做得不错 后来加入试课也做不错 做的是DataSense Switch 好 那接着来讲我们这些课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教材都是开放的 所以再讲 如果说你是上班族 或是说外校的同学 要怎么参与这课程 很简单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教材都是有录影的 大部分教材 所有教材都是开放的 所以你可以去开放的去阅读这些材料 那你要记得参加测验 每周都要参加测验 每周都要写作业 好 然后呢 如果你有写作业的话呢 你可以跟我预约 一对一的那个讨论 就是比方说哪里不懂 可以跟我讨论 那如果除了这个讨论以外呢 你可以善用这个讨论区 可以看到这个讨论区 这个讨论区的话呢 当然现在最多就是我在写的 因为还没有到 就是过一段时间 大家会有问题 所以你可以参加讨论区 可以看到一些新一些讯息 然后或者是 如果有同学作业写得不错的 我也把它张写出来 给大家做做做做做参考 那那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同学 有些人他已经在业界工作了 或者其他的其他大学的教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教材的部分 然后这个教材比较特别 就是因为 因为我每学期 不是每年而已 是每学期都要修课程 都要调整教材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每周呢 每周其实都会变更 所以主持人 就是你可以先预习 但是呢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你预习内容 跟实际上课的东西 可能会不太一样 因为会一直加财料进去 会一直改 就简单说 你的课我怎么前进到哪里 我就交到哪里 所以其实改动还蛮大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你可以从那种有解说录影里边开始看 然后 你看这个解说录影大概就是三个小时了 所以你可以用两背书开始看 然后再来是 有些内容会改的 所以就是像这个 这个显然是破实 我要改一下 所以就是说像这个什么 像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有那个什么 有录影的 最后这个录影呢 就不是指 这个录影呢 就是会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什么 有打这个 有打这个特别标示的地方 那特别标示就表示它有录影 所以你看到这边 教学录影 对不对 轻松学会什么双系统啦 那或者说 让你熟悉什么Git操作啦 那你可能要花点时间 因为像这个 像这个教学就比较长一点 这个大概要看完 大概要 大概要 大概要半小时 半小时 半小时 这样大概是 就 大概看完 大概要四个小时吧 就是三四个小时才看完 不过 你也不用一次把看完 你可以看一部分 然后再继续看 反正就是 所以你看 你光是看这些教材 的话呢 你看到第一周光是看教材的话呢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十二个小时了 就是什么事都还没做 就光是看 看那些 说明就是大概 大概十几个小时了 然后呢 作业的话呢 也有 比方说你看到 最后我们的作业的要求呢 会尽可能把作业要求写 写清楚说明白 那写清楚说明白 就是 你有没有看到可爱的卷轴吗 可爱的卷轴就是这样 但是不用太担心了 一样这里也有解说录影 所以你可以先把解说录影看完 然后再开始看内容 然后注意到呢 里面的那个hyperlink都要点进去 对吧 所以就是 你可以先看一次解说录影 然后再把这个共笔 读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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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然后里面呢 然后第三次看的时候 再把里面的这个hyperlink 都把它看一看 好 然后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我们这个作业呢 都可以让你观摩 那你说 诶 这样会不会到底是抄袭 不用担心 这该担心的不是你的嘛 就是 呃 比方说 比方说什么 比方说 诶 按出来 这个 我们都 就是你可以 参考其他同学的这个成果 我们跟其他课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 我们是鼓励你参考同学的 但是你要标 你参考了谁的作业 然后 然后呢 甚至会要求你去review其他人 比方说review 某个同学的作业 就这样这样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其他同学的这个写法 那我们之所以要开放的话 就是让大家可以接受批评 就是 所以比方说 诶 像这个同学 好 那我又review 好 那我会给你一些要求吧 就是 就是 比方说 对 好 比方说 我就跟你讲说 诶 这个程式吧 上面这个东西啊 哦 写好多 可以改成更简洁的写法 哇 对不对 然后呢 比方说 我在过程会提醒你做什么事 这样 所以我们这边是会批改的 然后呢 呃 除了授课教师会批改 同学们也会相互批改 好 我这学期想要试试看 呃 更多的批改 好 让你去指出人家不足 或是 人家在论述上有哪些不好的地方 好 那有些同学呢 我会给他打一个赞 然后表示说 诶 他做得不错 你可以去参考 好 那所以呢 一开始 你那感觉好像一直在操别人 或是 参考别人的东西 但是 其实不自己在这样 因为最后大家 学习东西最后会不变 好 就是说 一开始的作业都是共同作业 但是之后的作业会 会有很不同的那个面貌 好 所以比方说呢 在这个 呃 比方说在 之后的时候呢 就 从前开始呢 就会有各式各样的 转体 好 那就会依据不同的 每个同学 好 不同的同学会有 不同的 不同的同学去执行他 好 像这个 好 所以比方说 像 呃 像一个同学就做那个什么 kimra 好 比方说 像 这个 这个Vcam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虚拟的摄影机 好 你可以想要就是说 你现在去参加一些线上会议 对不对 好 或者说 呃 尤其考虑到隐私嘛 对不对 因为你不晓得 到底什么网站会偷偷把camera打开 好 所以有没有可能说 你做一个 既然有人想要偷偷看你的摄影机 对不对 因为你不晓得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应用程式会偷偷开摄影机 你又干脆做一个假的摄影机 好 所以你看 我可以做一个假摄影机 所以让这些 呃 不怀好意的 应用程式 不怀好意的网站 就算打开你的摄影机 开出来的摄影机 是假的摄影机 好 所以注意到 我们就实做一个camera的装置 虚拟camera装置 而且呢 我们去撰写它对应的什么 device driver 好 所以这个东西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你最后呢 就真的会变什么 就变了一个 就好像可以打开一个camera一样 然后呢 而且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给它 看起来很乱 然后你甚至可以干嘛 你可以给它一些 呃 影像 所以你可以想 就是 你可以想象说 我今天是真的可以做一个 摇一摇去 看起来好像 真有一回事 但是实际上怎么样 其实它是假的 假的camera 而且最酷的地方是 应用程式是不用换的 因为我们是 做一个新的 device driver 所以应用程式呢 是通过kernel 通过作业系统核心 去存取到这个 存取到这个 这个装置 所以应用程式会以为说 它就打开了camera 但实际上开的东西 不是你真正的camera 不是你画面中看到这个 呃 可以造一个实体人的camera 不是 而是一个什么 而是一个假的camera 而且呢 最酷的地方是什么 你不只可以 给它一个假的camera 而且你可以记录 记录说这个什么 记录说 哪些应用程式偷偷给你开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 有趣的地方是 你可以学习到什么 可以学习到怎么去开发一个 装置使用程式 可以了解Linus的多媒体的框架 那V4L2呢 是Linus的这个 它全名叫Video for Linux 所以它就是一个 呃 在电视里面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框架 那这样的框架呢 你就可以了解它怎么去运作 而且呢 我给你的程式法很简单 就是1500 所以相对很简单 很好 很好去扩充 因为它很单纯 但是你可以做蛮多事情的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横比层的 到上面应用程式 你要知道怎么去做出那些影像 所以你可以顺便复习一下 电脑图学 或者如果你还没有学过的话 你可以赶快去来学习 那除了这以外呢 还可以涵盖说像 那个Zero Copy 就考虑到这个效能 我们除了做出一个装置以外 我们要在这个 在21世纪呢 要做出一个什么 一个不是只是好而已 对不对 不是只是能够运作 还要追求更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像有同学会被要求去做什么 去做一个高效能的web server 像这个就很有趣啦 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实作一个东西呢 不只是一个web server 而是它是一个够好的 那你要 所以你要想 我要怎么善用Linus Kernel的 特别的系统护角 知道它的效能评定在哪里 那除了这以外呢 要去思考 我要怎么用这个多指定序 或是prefork啦 或是什么样的机制 所以你要对Kernel有很深入的理解 才知道我这样做 是否这样会有这样的一个效益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你会看到说 也有同学 就依据同学的那个状况 那有些同学会做比较 比较单纯的 比方说去研究Linus Kernel有一个地方是Kernel TLS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网站啊 其他地方都是要需要做这种加密 那所以加密其实很大的成本 所以Facebook跟Red Hat就合作 把这个需要做那种 encryption 还有这些必要的ChancePort 从User Space Binoch Kernel Space去做 那这样去做的话呢 其实不只可以提升效能 而且这要是在通讯过程中 不会遭到窃听跟篡感 所以有的同学他就去研究这样的一个 研究这样的一个框架 那当然他可能还没有能力去改善程式嘛 但是他研究这样的框架 然后做一些必要的实验 那像这个同学呢 在去年的时候 研究了KTLS 那之后呢 他在去年的Cost Carbon也去发表 发表这些成果 所以注意到就是说 我们希望呢 带着大家去做的就是说 先把你的基本功打好 打好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去思考 去思考一些议题 那个议题就是 各式各样的问题啦 那当然有的问题 可能他不是多大的问题啦 比方说你去做一个 档案系统 你就会觉得 这真假很boring 对不对 OK 那但是你真的去做就会发现 哇 好多细节要去想 然后甚至是说去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也是做一个档案系统 那我基本上 我不会让你从无到无去写 就是我给你吃 比方说像这种 大概都 我会控制规模啦 这就是一两千行这种规模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我们这个执行的方式呢 大概就是这种模式 所以如果你要去参与的话 你可以去先把这些必要的 那个先看他必要的录影 那当然你可以一开始先看 你有兴趣的部分 但是注意到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会在频繁做修改 依据Linus Kernel发展状况啦 依据这门课选修课程的同学 如果发现 有些同学他的自我期待比较高的啦 或者说这门课可能有大门同学的状况 学习状况比较不理想 那我可能会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所以我每周都会看改变这个学习的那个进度 那但是他们都是有解说的 甚至不然说那个作业 作业我有必要的对应的那个code review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们这门课是有教课书的 那你可以参考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缩写叫CSAPP 那第三版 那这个有简体中文 然后我们在这门课呢 会搭配使用这个CSAPP 注意到这本书呢 它其实蛮深入的 所以听起来 看起来标题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吧 对吧 看起来好像好像比较浓 看起来很浅显 但实际上不是 这本书其实难度是蛮高的 那在这本书呢 我们会搭配一些解说 就是从这种 比方说从二敬畏 二敬畏的地方开始讲 就是说二敬畏的福点数 还有一些必要的这些数值原理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像是 比方说像第十一章呢 会讲到什么 网记网路 就是讲到这个 连结有些错误 比方说第十一章会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网路啦 那在第五章会讲到这个最佳话 所以呢 我们相当于是用CSAPP这本书来做打底 就是让大家奠定一些必要的基础 那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在这边过程中来讲话呢 你也可以去搭配看这个 这个共笔 我们在这本课呢 会很要求学生使用共笔 事实上我的教材 除了这份通片以外 大部分的都是 在共笔上进行的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随时去修正错误 或者说做必要的资料补充 甚至呢 在共笔更新的时候 你也可以获得通知 因为大部分的 如果说你今天用PDF啦 或是用这种Google Doc 你很难获得通知嘛 但是共笔的话呢 因为那个我们用的HackMD HackMD的系统都很好啊 就是你可以去订阅嘛 你在这个一个共笔上 你可以 比如说刚才那一份共笔 如果你想要知道 它最新的变化的话呢 你可以在 它有一个订阅 对 就是说 它有个订阅按钮 你可以按下它订阅的按钮 你可以找一下它的界面 好 那我们这门课呢 Linux核心设计呢 已经进到第三届 那在2019年是第一次 然后在2020年是第二次 那在今年的话呢 我们会有些新增的一些题材 那 就像 就是 就是 包含说像这个Concurrency跟Lock Free 那这个Concurrency呢 是 今年很重要的事情 那 就是我们会从 这个什么 从这些 多执行序啊 从这些并行的 程式开发开始讲 然后 那过程中也会发言说像什么Synchronization啊 Automic Instruction啊 Automic Operation 然后以及让你知道说 这个多核 这个影响在哪里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们会探讨一些这种执行顺序 那这个东西呢 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涉及到的议题是像 Memory Order Memory Order Memory Order 那这个东西呢 在多核 在现代一直多出气的状况呢 这是非常之重要 甚至呢 在一些 规格 像C11 C11的用到的词汇呢 就是直接用到这个字 就是用到这个Memory Order C11 Memory Order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说真的很讨厌 就是很多词汇 就是你要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词汇 什么Happens Before啦 然后那个Sequence Before啦 这种词 然后 然后再来是包含说 像那个P Thread 然后这个东西呢 这个 其实这是很 很复杂 而且Lock Free 又让你更头痛 Lock Free 在做什么事情呢 Lock Free呢 不是说没有Lock 而是说Lock跟Lock之间 它不会相互干扰 那为了要做到Lock跟Lock之间 不会相互干扰 其实你要改动的就是很大 你不是只是会用API而已 你还要做什么事呢 你要会变更资料结构 甚至你的演算 还要做很大的变更 你再回想一下 我们在前面在讲那个 讲那个什么 讲Scapability的时候 还记得刚刚才有张图吧 找那个 我们在讲那个 讲Scapability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那个什么 Link List 对吧 还记得吧 然后 我们讲到那个Scapability的时候 讲到一张图 是讲到什么的图呢 是这张 对不对 还记得这张图吧 那这张图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这张图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我们讲Scapability 显然红色的地方 Scapability不差 对不对 给它更多资金去 它这个Scapability是没有提升的 绿色线看起来不错对不对 哎呦 这个 从一二三四 哎呦不错了 到五的时候 对不起 这样这样 然后到八的时候呢 变差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叫什么 叫做Scapability 然后呢 我们在讲Scapability的时候呢 有讲到这个现象 但是实际上你要怎么实作呢 很有意思的 它要透过Lock Free 而且呢 为了能够达到Lock Free呢 你的资料结构本身是要大改的 所以这件事呢 是很麻烦的事情 这个实际设计议题是很复杂 那这个部分的教材呢 我还在录制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但今年一定会探讨 因为这个东西呢 因为Linus Kernel 也花很大力气 要做到Lock Free 所以注意到Lock Free呢 它的环节是很大的 就它希望Lock跟Lock之间 比较相互干扰 所以这件事呢 在User Space会发生 Kernel Space也会发生 而且Linus Kernel 整体来讲话呢 在往更好的Scapability 所以更多东西是会 迈向Lock Free 然后但是对不起 这个东西很复杂 这很不好懂 所以这是今年特别要去着重的 所以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这个可能会让你头脑打劫一阵子 然后呢 再来是Lock 这个Lock 这个Lock呢 为什么要特别去探讨呢 你说Linus Kernel 不是用西元去撰洗的 但是对不起 Linus Kernel呢 越来越多问题被曝露出来 在2019年 Linus Kernel Secure Summit 那有两位开发者呢 就总结出来 他说呢 有高达81的这个自由队的漏洞呢 这是什么 就是来自不安全的机体操作 然后Mac OS呢 有88的安全漏洞的安全落点的来自 也是memory的一体 然后Microsoft揭露的 不是Microsoft自己的 是它Microsoft揭露 这两件事不同 不是说Mac OS比较不安全 对吧 这是因为揭露程度有差别 然后呢 然后这个 Microsoft揭露的问题呢 你可以看到70%也是来自 那个memory的一体 然后Ubuntu Linux的这个 刚刚讲的那个CD 就是把揭露的这个系统的弱点 也是来自机体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Memory的Safety 就是怎么样让你写出来的程式 是可靠的 稳健的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那虽然已经在 有一部分的Linus kernel开发者 尝试用Rust 程式语言 重新去撰写 一些必要的基础建设 那你可以把Rust想成什么 它是一个 你可以想象更安全的C 就是 你不能把它想成像Java那种高阶的东西 就是 C原本来是什么 C原是一个 一个 高阶语法的 低阶语言 其实它有很多操作 就像组维言 就像 instruction level的那种表现 但是Rust 你可以想象它有给你更多的限制 像我之前 在练习写Rust程式的时候 真的很头痛 因为限制很多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想 比如说你要思考一个东西 叫Immutable 就是 我这个东西 在这个时间 存取这个时间点 跟之后时间点 会不会有变动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很复杂你要去思考的议题 但是我们在今年 希望可以来探讨Rust 特别是在Type of memory safety上 然后再来是因为我刚刚提到Lafree Lafree来讲的话 Linx Kernel反映到一个很重要的极致叫RCU 我们在之前讲座也其实有讲到RCU 但是很不信任我们没有讲得很透彻 而且我们没有对应的作业 那没有对应的作业没有对应的测验 其实就没有办法去 让大家去更深入思考 所以我们今年会补枪这部分的作业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课程 这个系列课程 希望一步一步带着大家 因为 其实说真的 其实蛮难教的 因为大部分同学基础是不稳的 这不是各位同学以前老师的错 因为教的太 要求太多同学会负贫 会负贫如潮 所以大部分老师是没办法教的太详细 即便他懂他也没办法教的太详细 尤其研究所没有考的不能教 研究所的考试 如果你教的东西是研究所不考的 那么学生会去申诉 不要怀疑 那个负贫 会给你画一行 这个必修课我只有教过一次 我就不敢再教了 太可怕了 所以我们在今年希望多探讨这个RCU 特别是在不是只有讲概念 就是我们希望去特别探讨这个实作层面 那我们在去年其实就有探讨这个BPF 那我们就因为我们累积比较多的案例之后呢 我就可以来探讨这个系统互交 那我们今天会有一些特别是一些系统互交的议题 然后再次是什么呢 再次我们会提到一个东西 IOU-REAN IOU-REAN是Linus kernel 5.1以后提出来了 那它有机会让kernel的效能再提升 就是说如果你的应用形态是一个像伺服器导向的 可能是一个网页伺服器啦 可能是一个资料库啦 可能是一个cache server 那如果你用这个IOU-REAN 是有机会获得一个提升的 所以你看看我们在去年学生有做一个实验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特定的情况下呢 这个什么 这个叫request per second 就是每秒能够处理的那个请求的数量 所以这个数值是越高越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紫色的地方是IOU-REAN 那这个绿色的部分是原本Ninus kernel 原本就具备的这个EPO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很精等的 所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呢 IOU-REAN如果会善用的话呢 它有机会让Linus kernel的效能再提升 而且更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EPO本质上呢它还是blocking的 就是它的这个每一次的那个系统物件呢 它的操作是怎样 就是我一定要等待kernel返回 我才能够继续做之后动作 可是IOU-REAN很重要的是呢 它是synchronous IOU 就是说呢 它的system code本身还是synchronous 但是它的行为就是我不用每次呢 都是要等待到怎么做完 再通知不用 我有个状态可以切换 就是我可以去善用 我在处理A这个connection的时候 我可以去处理B 或者说我B做到一半的时候 我会去支援C 或者把之前A它们做完那边把它做完 虽然这样子写程式会变得很复杂 所以注意到 我们刚才讲这件事叫AIO AIO让整个写程式变得很麻烦 所以我们之前有同学在也是在做这个实验 就是它写程式的确变麻烦了 但是它有机会让Linx Chrome再来 带来一定的这个一定程度的提升 这也是我们今年想要特别去探讨的 那除了这一块的话 安全 资讯安全是我们一直探讨的 那所以在这个两年前有个同学 就是也是修了这个Linx核心设计 那到后来他也开始去着重一些 在科诺层起的安全问题 那所以他就是去追那个BPF里面的这个安全漏洞 所以他也去探讨这个 所以我们希望有同学也可以去设计 去探讨一个钝叶液体 甚至去设计一些钝叶的不管是设计一个 出一个CTF或者出一些安全提供 甚至找到一些坑里面的漏洞 然后尝试去补强 然后再次我们在今年 我们在两年前的课程 其实就讲到Linx核心设计 那我们今年希望再探讨更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年整个相较于过往 其实增加的量其实是蛮多的 而且我希望我们增加的东西是有对应的实践的部分 像之前是有RCU 但是没有对应的作业 没有对应的测验 但是我们今年都会把它补强 然后学RUST的测试源 当然不是只有学语法 你就真的要RUST来做一些事情 特别让他看得出他的memory safety 所以我们做RUST也会做什么 也会用多执行去让你体验到 甚至让你尝试去做一些Lock-free 应该蛮好玩的 所以在你开始接受这个挑战之前 请你思考这句话 就是有个网友他叫C9S 他讲了这句话 就是说其实梦想通往被滥用了 你要真的让你的梦去实践 其实需要真的是要去步步为营 那你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你可能需要一个伙伴 当然你需要一个环境 这也是我开Linus核心设计 或是相关的课程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发现我有些事要做 但是要做这些事情需要蛮多人的 所以我就决定从教育开始 我需要找到足够多的伙伴 可以跟我一起做 所以我就做吧 我不知道再做多久 才有办法做到有足够多伙伴 跟我一起打拼 但是我就正在做 那当然每个人梦想不同 那实践方式也 依据每个人的这个状况也不同 然后呢 所以 如果你听到现在 那非常感谢你听到目前为止 就是听到我的解说 那欢迎你的选修 你可以旁听 然后请你一定要写作业 如果你没有写作业的话 上课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 比方说我们上课如果讨论作业 那你结果没有写 那你知道很尴尬 对不对 就是比方说我跑到你的位置前面 问说你上次写作业有没有遇到问题 我没写 所以我没问题 或者说你写作业就写一点点 所以我问你说你有没有遇到问题 就是没有 那很尴尬 你知道全部人都看你 对不对 那或者说 我就会把你抓去 白板上写 写程式 因为你没问题 所以我就把你抓到白板上去写程式 结果你就卡住了 那反过说如果你有写作业 对不对 你有做必要的准备 你来上课 不管你是选修的同学 还是旁踢同学 你就可以多做一点事 对不对 分享这么多分页 其实这还好吧 我其实有两个浏览器 而且我有四台电脑 四台电脑也是开一堆浏览器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有几个分页 因为我发现说这个分页有它的限制 所以我就再开了两个浏览器 然后在好多台电脑 多开几个浏览器 对不对 所以 没有啦 因为对我来讲就是 比方说有些就是 有些电脑是 像我这台电脑就是 画面 就影像中这台电脑是 不是直播这台 我说 我拿出来这台 那就是 我拿来学习用的吧 所以我里面就会 有一些比方说 怎么教小孩的东西啦 怎么教小孩算术的啊 怎么 还有一些那种 绘画的 就是绘画的练习这种 对不对 那像我这台电脑是写程式的嘛 所以就开东西比较跟写程式有关嘛 所以反正对我来讲 就是先分内吧 好了 这个好像不是很有趣的问题 然后 远端上课的话 就是 你基本上内容都听得到啊 就是 就是有录影的内容都听得到嘛 就是 然后 所以真正在解说关键想法的地方都是有的 那你在课堂上没有听到就是互动的吧 就是我骂学生的嘛 或是我叫学生去写程式的嘛 对好 或是 我去跟同学们做一些互动 你没有遇到这种事 那 所以 所以远端 应该也不会太大损失嘛 因为你还是可以写 还是可以随堂测验 那你还是可以 那个 还是可以写作业 那你还是可以跟我约一对一 当然你有写作业的话 才能约一对一的 然后解体中文版的CSAP 可不买 可以啊 就是 但是注意到里面有一些翻译的问题啦 所以你要 你要自己修正一下 那你可以 然后你买了这个书了之后 你可以搭配看 我写的 我整理的那个CSAPP的 补充 好 那 大概是这样吧 那就是 祝福大家学习顺利 那 接下来十八周 应该会蛮有趣的 那谢谢大家 拜拜 还不能拜拜 我们接下还有好多部分 好 先到这